她是一个被全家都嘲笑算计的傻子 却被圣上赐婚嫁给一个举国皆知的疯子 她傻到竟然可以被下人随意打骂 她疯到竟然可以让世人谈之色变 世人却说道 一疯 一傻 真乃绝佩 她怎么还没醒 小姐恕罪 大夫说她会 会醒的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姐姐 你何必为了这个傻子动气 床上躺着的便是他们的傻子姐姐梁玉元 因为受了梁玉秀的怂恿便跳河自尽 至今还未醒来 梁玉秀 如果她醒不来 那么 一个月后 你便替本小姐出嫁 姐姐 我 我 若不是你 这傻子怎会去自尽 这几日便由你照顾她 若她醒不来 或者她死了 那么 梁玉秀 你便替本小姐出嫁吧 梁玉珍说完转身离开 而梁玉秀则阴沉着脸走到床边 梁玉元你这个害人精 臭傻子 都是你害的本小姐被姐姐骂 对呛 你刚才也听到了 若你的小姐死了 念吗 你也就陪葬吧 三小姐饶命 三小姐饶命 好好给我照顾这傻子 若她明日还不醒来 你知道后果 梁玉秀说完就愤愤地转身离开 绿翘一脸怨毒地望着床上的女子 傻子 都是你害的 周围终于安静下来 而早已恢复意识的梁玉元睁开了眼 我竟然还活着 她从小因为脑子傻就是整个梁家的耻辱 被人随意打骂 又受了梁玉秀的挑拨跳河自尽 可是重生回来却更换了一个人是 既然上天让我有幸重生 那么那些欺辱过我的人 我必定不会再让你们如愿 终于醒了 我这就去禀报大小姐 站住 听到身后清冷的声音 绿翘煞时停住脚步 她有些不可置信地回头望着醒过来的傻子 你刚才说什么 这个傻子竟然敢这么说话 梁玉元自然知道绿翘心里想着什么 给我倒杯水 绿翘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蔑地笑了 傻子 要和自己道 说完绿翘转身就走 她现在可是急着去立功 梁玉元随手操起手中的枕头 你 你竟敢打我 梁玉元只是冷笑地看着面前的绿翘 你一个奴婢 便是这样同你主子说话吗 你 你 绿翘竟然一时说不出话 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我还真差点被你这傻子骗了 平日里绿翘作为梁玉元的丫鬟 不仅不照顾她还会伙同其他人欺负她 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梁玉元 她也不会沦为下等丫鬟来伺候一个不受处的傻女 梁玉元见绿翘转身又要走 她眸光一沉 匕首在手中转动几下 还要走吗 绿翘连忙摇头 一脸惊恐地望着梁玉元 谁 梁玉元简短了说了两个字 绿翘哆嗦着为梁玉元倒了水 去将匕首拔下来 绿翘一个机灵吓得直接跪倒了地上 小 小姐 奴婢知错了 求小姐饶命 绿翘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傻子醒来以后就变成了这样 刚刚那匕首要是再偏一点 现在她已经没命了 我有说要吓你吗 绿翘走到门边用力将匕首拔出来 回到床边将匕首交给梁玉元 现在你可以出去了 记着 我醒来的事情 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到了吗 绿翘如萌大射一般的急步离开屋子 梁玉元依旧手中把玩着匕首 忽然她抬头望向屋顶的阴暗处 阁下 看够戏了 就出来吧 随即梁玉元只感觉一阵进风扑来 她本能地拿起匕首挡在身前 盯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 你是谁 梁家气泥 自幼之傻 容貌粗鼻丑陋 不过这传门果真不可信 梁玉元只是冷笑 梁玉元自知不是对手 也便只是冷静对待 惊而不慌 心思还这么沉稳 告诉我你究竟是谁 梁玉元似乎完全不在意男人正掌握着她的命脉 梁家气女 梁玉元 哈哈 小丫头 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 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 说 你是谁 真正的梁玉元去哪了 我看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吧 你偷偷潜入梁家隐匿在这里 你还真是小看梁家 你以为梁家这么好混进来了吗 说不定梁家那些打兽现在正到处找你呢 只要我现在喊一两声 到时候惊动了梁家人你也变完了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会让你随意叫唤 别忘了 你的小命可在我手里 谁胜谁负 还未可知 男人似乎料不到他还有后招 梁玉元的手中不知何时有了银针 他迫不得已松开手 一个悬身躲开银针的攻击 好身手 现在 你还认为你有机会逃出去吗 还认为我没机会叫唤了吗 我并没真的想瞎你 你何故换我好事 男人不要脸皮的程度让梁玉元折舌 若没记错刚才是他要置自己于死地 梁玉元自知身体虚弱 也不愿再与这人纠缠 可是梁玉元恶劣的态度让男人更加狼卫 梁玉元 不管你是谁 我记住你了 下一秒男人就夺出窗外不见了踪迹 神经病 此时梁玉元只觉身上也虚弱的厉害 缓缓躺下闭目休息 等再次睁眼已是天黑 进去 把灯点上 绿翘被拖进了屋内 看来是吃了不少苦头 九三小姐饶命 看来是我小看了你 你可还记得我对你说过什么 这傻子醒了 你不及时向我汇报 反而是畏畏缩缩不说话 略呛 你是不是想着亲自告诉我玉真姐姐 然后好寻求赏赐啊 三小姐 不是的 奴婢不敢那么想 奴婢只是 只是 哼 一个丫鬟竟敢同本小姐耍心机 立摩嘛 这丫头就交个你了 让她好好学学规矩 是 三小姐 梁玉秀今天被梁玉真教训了一顿 这傻子醒了丫鬟竟然不及时禀报 心中有怒气也不能对那傻子撒起 只能逮着一个丫鬟出出气 住手 是我不让她去说的 你何故为难一个小丫鬟 梁玉秀不可置信地望着梁玉元 显然她不敢相信梁玉元竟然能力所地说话 你这傻子 刚才说什么 我说放了力翘 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 梁玉秀脸色一变 屋内的其他人也都是变了脸色 这个说话条理清楚 又一脸冷漠的人 真的是那个傻子小姐梁玉元 还有 若你再说我是傻子 我保证让你变成真正的傻子 梁玉秀眼眸瞬间睁大 力摩摩也是一阵心惊 大胆 你这傻子怎敢如此对三小姐说话 平日里梁玉元被谁都能欺负 力摩摩也是教训过几次梁玉元 这话说得很是顺了 律翘 给我长嘴 梁玉元叹息一声 然后她缓缓吓她缓不来到几人面前 看来 非得我亲自动手了 力摩摩彻底呆住了 你还敢打人 怎么 梁玉秀看清梁玉元那眼底的冷光竟有种害怕的感 从今日起 我不再是那个任你们打骂欺辱的梁玉元了 记住了吗 你这傻子 三小姐 我刚才说了 以后不准叫我傻子 梁玉秀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个平日里被她欺辱惯了的傻子竟然敢出手打她 今天我非扒了你的皮不渴 你确定你要动我 梁玉秀动作猛得的停住 你可别忘了 若是一会儿你那姐姐来了 我可是要将你所做的告诉她的 你别以为梁玉真护着你 你以为她真的在乎你的死活吗 笑话 她只是怕没人替她出嫁而已 提到婚是梁玉元微微一沉 梁家是玉国首富 她爹梁玉元更是被封了永定侯的爵位 梁玉元的母亲卓氏本是梁玉的正妻 可梁玉博却在卓氏月子期间 突然以平妻的身份取了现在的妻子王氏 而王氏进入梁家后处处陷害卓氏 后来卓氏在梁玉元五岁时就郁郁而终 而梁玉元七岁得了风寒后便一度吃傻 然后就被父亲抛弃在这破落的院子里 一个月前当今皇上为举国上下皆知的 疯子三皇子清平王赐婚 和圣旨上赐婚的对象是梁家嫡长女 梁玉珍乃是梁博现在的正妻王氏之女 自然便是嫡长女 可梁玉珍现在新系太子怎会甘心嫁给疯子 于是他们便想到了梁家妻女梁玉元 这个比梁玉珍大一岁的长女名义上 也说得上是梁家的嫡长女 所以这个赐婚的名头便落在了梁玉元的头上 这也是梁玉秀前几日来怂恿后梁玉元自尽的原因 即使如此 你弱动了我 她便不会放过你 不是吗 梁玉秀不甘地瞪着梁玉元 心头除去怒气还有震惊 这傻子现在怎么变得如此诡异 三妹妹 怎地姐姐醒了 也不通知我和父亲 我们多么的担心呢 梁玉秀心中却冷冷失笑 担心一个傻子 喊一个傻子做姐姐 她这个姐姐还真是会演戏 梁博看着眼前的梁玉元 尤其是她那一双 如她母亲一模一样的眼睛 心底生出一阵厌粉 若不是为了梁玉真 她是怎么也不会 踏进这个晦气的顶 既然醒了 便扶大小姐走吧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 梁玉元心中叹到 她这个爹果真是人如其名 梁博得很 你们要带我去哪 听到这个清冷的声音 梁玉真和梁博 都一脸诧异地看向梁玉元 方才是你在说话吗 不是我 难道是鬼吗 梁博宁眉紧促 疑惑 惊异 不可置信 怎么了 傻子不傻了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 说话如此条理分明 眼神如此轻烈 任谁见着都不会认为 眼前的人是个傻 梁玉真呼得瞪向梁玉秀 谋低充斥了怒意 父亲 姐姐 我也是刚到 不傻了 我看还不如傻的时候 如此没有礼数 不懂规矩 梁博见这个多年不见的女儿 心底虽有疑惑 却没有任何欢喜 有的只是厌恶排斥 可是自我出生之后 便无人教导我何为规矩 何为礼数 这么对梁博说话 即使是当今天子 也从未对他如此冷语相加 胆子自然是大的 不用你告诉我 你 你 梁博简直想不到 他今日亲自来接 这个多年不见的女儿 对方竟如此不知好歹 我怎么 父亲 姐姐病好了是好事啊 我们现在应该 赶快请个大夫 为姐姐看看 哼 真儿说得对 既然身体好了 就应该早些告诉我 和你母亲 走吧 我带你去看大夫 这施舍的态度 简直让梁玉元笑出声 为何你让我走 我便走 梁博见梁玉元 油盐不尽的样子 立刻变了脸色 姐姐 我们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好 你刚醒来 身子受了伤 又受了惊吓 不找个大夫 看看怎么行 梁玉元看着他们 依然是纹丝不动 把他给我带走 这是要用墙了 梁玉元自然 不会让他们如愿 利嬷嬷和其他 几名丫鬟文言 就要去抓梁玉元 可梁玉元的手里 不知何时 多了一把匕首把玩着 反了 真是个逆子 平日里 梁博也算是沉得住气的 不知为何 今日见到梁玉元 他就是抑制不住的动物 梁玉珍也想 从梁玉元脸上 看出什么异样 这个平日里 打不还手 骂不还手的傻子 怎会突然转变 带他走 若他不走 就给我绑走 是 老爷 小姐 还是关关跟我们走吧 老爷也是为了你好 利嬷嬷嬷上前 去抢梁玉元手中的匕首 梁博和梁玉珍 都惊呆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 望着地上的利嬷嬷 横死老奴了 老爷救命 小姐救命 梁玉珍何曾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他就吓得 惊叫一声 缩到了梁博身后 我本不想见血的 可是你拿簪子扎我 对于害我之人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此时的梁玉元 身子依旧单薄 面色依旧苍白 可是在那双轻烈的黑眸中 却绽放着一种妖艺的神采 你 你 梁玉元抬头望着屋内的众人 视线从梁玉秀划过 最后落到了梁博脸上 从今日起 若还有谁敢欺我 如我 这便是他的下场 梁博的脸色铁青了 逆子 今日老夫便要告诉你 何谓梁府家规 来人 给我把这个逆子抓起来带走 几个家丁领命后 就朝着梁玉元扑上去 梁玉元以敏捷的速度 躲过其他几人的围攻 来到梁博面前 下一秒一把 明方黄的匕首架在梁博脖子上 他是一个被全家都嘲笑算计的赏字 却被圣上赐婚嫁给一个举国皆知的疯子 他傻到竟然可以被下人随意打骂 他疯到竟然可以让世人谈之色变 世人却说道 一疯 一傻 真乃绝配 都别过来 众人都将在原地不敢动作 你想干什么 梁玉元知道此时的自己体力不济不适宜久战 你 你这个逆子 梁博的声音几乎接近颤抖 不敢保证 若你在言语侮辱于我 这刀子就近一侧 如何 梁玉元声音虽轻却带着一股子冷冽忧深的味道 而此时梁博现在的正妻王室闻讯的 玉元 他可是你父亲啊 王室心中也是震惊这傻子 何时变成了这样 还是说他梁玉元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折服 哈哈 父亲 你说 你是我父亲吗 玉元 我当然是你父亲 你别冲动 你现在就把匕首拿开 爹可以既往不救 真是可笑 既往不救 这句话你也配 我是你父亲啊 母亲临死之际 我的父亲在哪里 母亲去世后 我被府中之人肆意凌辱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哪里 梁博身子发抖 我被人当作傻子一般欺凌 我被关在这案无天日的破落院中 我被梁家姨娘小姐 甚至是吓人欺辱怒骂痛打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哪里 梁玉元每问一句手中的匕首 便逼近梁博脖子几分 不多时一丝血液便流出来 梁老爷 你说 我险些丧命的时候 你这个父亲在哪里 梁博浑身发颤 玉元 爹知道 爹对不起你 可是 可是你所说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等 是吗 是的 玉元 你相信爹 你看 爹今天不是来看你了吗 而且我带你走 也是为了给你找更好的大夫 梁玉元面无表情地看着梁博 玉元 虽说这些年我不曾来看过你 其实那是因为 因为 梁博的眼睛呼得落在王氏身上 那都是因为王氏 我以为他将你照顾得很好 王氏大惊 但随即选择忍气吞声地不说话 等 是这样吗 梁玉元似乎明白了一般匕首便松了几分 梁博心想不过是一个乳秀未干又上步的台面的小丫头 等他获了自由定要好好地教训梁玉元 玉元 你先放下这匕首 刀剑无言 莫要伤了人 梁博就要去推那匕首 别动 梁玉元冷冷一笑盯着王氏 可是 父亲 王氏并未好好照顾我 他不仅没有照顾我 还只是吓人和他那几个女儿来虐待我 你是不是该替我出出气 梁博咽了咽口水 只觉得喉咙干涩说不出话 梁玉元 我敬你是我姐姐 你莫要做这等忤逆的事情了 我可没有你这等好妹妹 你忤逆犯上 还不思悔改 梁玉元神色皱冷匕首贴近几分 蓁儿 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梁玉真不甘地闭嘴 可是看着梁玉元的双眸中却满是愤恨和阴恶 玉元 你说得对 王氏没有照顾好你是他的错 也是我的疏忽 你放心 带我回去定要好好教训教训王氏 梁玻急着要摆脱梁玉元的前置自然什么话都敢说 可是这些话却让王氏心中心凉 不用回去了 就现在吧 啊 王氏 你现在快给玉元赔的不是 王氏自然不会给梁玉元低头 眼底满是愤怒和屈辱 梁玉元现在就等着他们一家人狗咬狗 王氏 还不快给玉元赔不是 王氏对梁玉元充满了怨恨 不过梁玉元的亲生母亲着事已经被自己给收拾了 区区一个梁玉元还不在话下 玉元 是我的错 我并不知下人会那样磕待你 若是知道 若要道歉 就跪下 一句话让在场的众人都震惊且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梁玉元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拉伦 给我把这个臭丫头抓起来 父亲 你看到了吧 他根本就不愿意向我道歉 他不道歉 我心里就难受 难受了我这手就有些控制不住 梁玻此时又气又响 一张脸早已扭曲得不成样子 王氏 你还不快给玉元跪下道歉 王氏眼底闪过一抹痛 他怎么可能对一个傻子跪下 姐姐 母亲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长辈 更是我们的母亲 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她是你的母亲 可不是我的 哼 而且 我这人向来小肚鸡肠 最是忍受不了侮辱 这十几年的账 今日 我们确实该算散 梁玻因为害怕体力也开始坚持不住了 王氏 你快点玉元跪下 王氏不可置信地望向梁玻 他竟然真的让自己给那个傻子跪下 但是在一番挣扎后 他最终撩起群板跪倒在地上 玉元 这些年是我疏忽了 你莫要怪罪我和你父亲 王氏自觉自己受了莫大的屈辱 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怨恨 王氏 你是不是觉得很屈辱 你是不是很想杀了我 你是不是觉得你为梁家付出了这么多 怎么到头来还给我下跪了 王氏咬牙不语地望着梁玉元 哼 王氏 你莫要望了 当初拉月寒天 天寒地冻 你让我娘跪在院子里 足足跪了两天 那个时候 你可有想到今天 哼 是他自己活该 王氏 这只是开始呢 你让我娘和我受的罪 我定是要一分一分讨回来的 语元 王氏认错了 你放到我吧 梁玉元松开了梁博后退几步 终于获得自由的梁博怒意 阴狠地盯着梁玉元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动我 你若是动我 谁代替你那宝贝女儿嫁给那疯子 三个条件 梁博只能甘瞪着梁玉元却无法驳持 第一 我要住回清水居 三日之内 你必须将那里休憩的同以前一模一样 第二 梁家祠堂 必须供奉我娘的牌位 王氏每日必须去拜 第三 你必须恢复我娘主母的身份 三个条件渐渐都让王氏心惊又愤怒 你休想 梁家只有一个主母 那就是他王氏 梁玉元 你一个傻子能嫁给王雅 你是天大的福分 你妄想老幽会答应这些 梁玉元丝毫不在意王氏的叫嚷 他只是目光清冷地望着梁博 三个条件 若你不答应我 那么 我不敢保证刚才的事情会不会重新来一遍 而且你也不用妄想我会替梁玉真出嫁 最后梁博气得直接晕厥过去 这场闹剧也就随之结束 李氏院子外部远处的一棵树下站着两个男子 泽泽 还真是看了一出好戏 怪不得你舍不得走呢 两人一直在紧紧地盯着屋里的那场闹剧 你怎么也不去帮帮人家 怎么说他也即将成为你的王妃啊 你认为他需要我帮忙吗 坊间传言他不是个傻子吗 怎的这么厉害 莫非这些都是谣传 方才 我与他有过一番较量 他没有内力却会武 武功路数虽偏僻却很熟悉 这种路数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好的 我猜想他根本就不是梁玉元 什么那他是谁 面具男子沉默不言 嘿说不定人家自小就韬光养晦呢 说起来这点和你还是挺像的 眨眼间面具男子已然飞走 男子又望了一眼破院内 谁知这事对面的梁玉元也警觉望了过来 两人视线顿时对上 男子仰起一个邪魅无边的笑容 随即飞身消失不见 梁玉元望着外面秀眉紧紧促起 方才那里一直有人 三日后梁玉元住进了清水居 望着熟悉又陌生的院落 梁玉元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 梁家欠我母亲的 我都会一并讨回来 小姐 老夫人有请 老夫人便是梁博的母亲肇事 若不是她梁玉元伤了梁博 又说出来那等惊人条件 想必这位梁家老夫人 怎么也不会见这个碍眼的傻子孙女 但此次前去定然讨不到好果子吃 该来的躲不过 我倒要看看你们梁家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带路吧 她是一个被全家都嘲笑算计的傻子 却被圣上赐婚嫁给一个举伯皆知的疯子 她傻到竟然可以被下人随意打骂 她疯到竟然可以让世人谈之色变 世人却说道 一疯 一傻 真乃绝配 梁博二十年来第一次来见女儿梁玉元 却被女儿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而接下来就是让继母跪在地上给自己道歉 以至于梁家包括梁老太在内 都想好好收拾这个疯女 见过祖母 赵氏却未让梁玉元起来 不过梁玉元却自己站了起来 赵氏见梁玉元如此没有规矩不经促勉 玉元 虽说你小时疏于管教 但是你作为梁家小姐言谈做派还是要注意些的 你竟然用匕首伤了你父亲 做下这等忤逆之事本该请用家法 不过我念在你还在病中缘故变则轻处罚 王嬷嬷 让他去祠堂抄写经书吧 老夫人仁慈 大小姐请罢 祖母 我不觉自己做了什么措施 为何要接受惩罚呢 你用匕首伤了你父亲 还对你母亲出言不逊 那是他们想要伤我在先 我自然是要保护自己的 赵氏阴沉着脸 整个梁府哪一个不敬他怕他 就连不可一世的王氏在这些年 也被他搓磨的棱角光滑 他就不信他治不了一个傻丫头 王嬷嬷 将大小姐带下去 好好地学学规矩 是 祖母 您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若有人敢动我 那么 我手中的刀子 可不敢保证下一鸟会落在哪里 这里可是芙蓉园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便让你尝尝梁家的家法 来人 给我拿下他 片刻间梁玉园已被团团围住 祖母 明若非要伤我 那我也只能正当防卫了 不过 到时候您这芙蓉园若是溅了血 可不要怪我 赵氏气的眼貌惊心 还从未敢有人如此对他说话 给我抓住这个小蹄子 我要七次教训他 是 梁玉园抬脚 伸手 转眼间就撂倒几人 毕竟要大一些 苏氏婆子手臂被刺 梁玉园发力将地上几个丫鬟踹出去 然后一个翻身落在赵氏面前 你竟然会武 下一秒匕首就直接架在了赵氏脖子上 你 你竟然拿刀子对着你的祖母 祖母 我刚才都说了的 若别人妄想对我不利 我自然不会让他如愿 你 也一样 赵氏气得差点昏过去 王嬷嬷见状一个反身 就跑出了屋子去搬救兵 玉园 你做出这等忤逆之事 将来嫁出去势必会被别人诟病 祖母这样对你也是为你好 你相信祖母是疼你的 祖母 我自出生之后 也没见您来看过我关心我 所以您就不要一副慈悲样子了 我看这实在是反胃 赵氏此时也不得不信 这梁玉园跟以前就完全是两个人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明白 我给梁伯提的三个条件 只要其中一条他没有遵循 那你们就别想让我替梁玉珍出嫁 你也别想着找人来整治我 我身子虽不太好 可是我有武艺 这要是一个不小心伤了谁的 你们梁家脸上也没光 赵氏咳嗽起来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老夫人有喘症 你们可看到了 我可没动她 她喘命发作和我爸毛钱关系也没有 丫鬟急忙为赵氏寻来他平日吃的药丸 经过这么一折腾赵氏显然是脱裂了 你这个逆子 你还要做多少事情才肯罢手 娘您没事吧 将这个蹄子给我关起来 关起来 姐姐 你若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便可 何必要气祖母 冲你 你也配吗 你这个逆子 逆 逆省省吧 逆 我说的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样你没有做到 就不要来见我 也不要想着让我代替你的好女儿出嫁 说完梁御元转身潇洒离去 逆子 逆子 梁御元快到清水居时 却遇见了有人在哭泣 求求你 饶了奴婢吧 我这一群可是老爷刚刚买给我的 你就敢给我弄脏 若不狠狠惩罚你 实在难消我心头之恨 小翠 你们去将他的两只手给我打断 水姨娘饶命 求求您不要 你这样子倒像是街边的小乞丐 我看你就是不顺眼 梁家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这等烟渣货留着 小翠 打完后将他扔出府外 水姨娘 求求你 你们做什么为难一个丫鬟 在场的几人面色一惊 手中的动作也顿重 你是谁 为何我从未见过你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在这里草菅忍命 要倒大霉了 水姨娘秀眉紧促神色阴沉 自她进入这梁府还未受过这等心 傻 傻子 你是那个傻子小姐 水姨娘心中一问 难道这就是这几天梁博口中一直怒骂的傻女 水姨娘是今年才刚进了梁家 自然不认识梁玉园 我最时看不得是强凌弱 右嘴巴见毒的奴才 你就是刺伤了老爷的那个不孝女 那你也应该知道 我手中的匕首不长眼 若你识相 就干紧滚 水姨娘心想这傻子连梁博都敢伤 何况自己只是个姨娘 心中不甘大还是转身离开了 谢谢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院子的 我叫黄花 是杂义院的丫鬟 杂义院是梁府最低等的院子 也是最低等丫鬟居住的地方 黄花 你可愿意跟着我 愿意 奴婢愿意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在这府中过得如何 小姐 不管您是谁 您是黄花的救命恩人 黄花这一辈都伺候您 你以后便叫沐晴吧 沐晴见过小姐 老爷 你看嘛 人家的裙子都脏了 这可是您上次从西域给奴家带回来的裙子啊 却被一个奴才给弄脏了 梁博此时正心烦意乱 既然是奴才 你随意处置便好 别来烦我 老爷 奴家知道您是嫌奴家烦 可是 可是这件裙子是老爷从西域带回来的 奴家只是心疼裙子 梁博平时很是喜欢这个新晋的姨娘 怎么还哭上了 告诉我是哪个部长演的 我亲自去教训她 是个下等丫鬟 奴家当时气得急了 便想着处罚那丫鬟 谁知却被大小姐就走了 你说真儿就走了她 老爷 不是真儿 是破怨的那个 又是她 哼 这个逆子 老爷 这大小姐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她竟然还想动我 你日后离她远一些 水姨娘心有不甘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梁博那阴沉的脸也就做吧 奴家明白了 绿翘 我知你不愿留在清水居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绿翘不敢抬头 我现在给您两个选择 她生怕面前这主子一个不高兴就拿着匕首对着自己 第一 离开清水居 至于管事婆子那里 我会去为你说 第二 留在清水居 但是 至此之后 莫要做令我不悦之事 若有违抗或者背叛于我 那么 你知道的 我手里的刀子不长眼 小姐 努婢 努婢 那便收拾东西离开吧 你放心 管事婆子那里 我自会为你说明 谢小姐 绿翘满是高兴的离开了 小姐 您真是好人 你错了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梁预员转身进屋 坐在了靠窗的桌旁 他们或许都将我当作羞罗煞心了 一盏茶的时间梁预员终于挺你 他看了看画好的几张图纸满意的笑笑 木琴 走 我们出去一趟 小姐 请上马车 梁预员这几天的动作已将梁府上下的人都给镇住 所以刘管家也有一丝惧怕 我上马车便好 你干嘛给我蹲着 小姐踩着老奴 好上去 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姐 刘管家 你年纪大了 可得注意这腰 梁预员炎大一个翻身就上了马车 刘全眼神不是先前的那般京剧 倒是多了几分温和 都说大小姐性格暴虐厉害 这病好了以后也挺好的 对了 刘管家 你可知道这京城之中 哪里打听消息最灵 灰小姐 若是打听消息 去京城的文人酒家便好 好 谢谢了 马车渐行渐远 刘全转身进府直接朝着梁博书房走去 不多时马车就来到了文人酒家 沐勤得了梁预员的指令就直奔去 此时酒店二楼的一处雅间 两名男子站在窗前看着楼下梁府的马车 不多时沐勤就从酒店内出来 小姐 奴婢打听到了 是京城荣家 走 我们去荣家 店家 方才那位姑娘 问了你什么 见过四公子 那位姑娘问我京城最好的兵器商 我便给她指了京城荣家 红衣男子杨眉眼底闪过一丝意味不明 兵器商 这小丫头 找兵器商做什么 得了答案四雪衣转身回去雅间 你猜你那未婚妻是去做了什么 面具男子并未回答 你就一点也不好奇 四雪衣 我从不知道 你竟然无聊到去打听一个小丫头的消息 她竟然在打听兵器商 闻言面具男子身体一顿 她和四雪衣有一个同样的疑惑 一个足不出户的深规小姐打听兵器商做事 竟然好奇 不如我们去看看 没兴趣 说来我也许久未见荣锦那小子了 现在正好去看看热闹 我倒是想知道荣锦那小子 又刻板又无聊 还不轻易见人 那小丫头能不能见到她 她是一个被全家都嘲笑算计的傻子 却被圣上赐婚嫁给一个举国皆知的疯子 她傻到竟然可以被下人随意打骂 她疯到竟然可以让世人谈之色变 世人却说道 一疯 一傻 真乃绝佩 不做生意 家主说了 这一年内都不会再接生意 正待梁玉元说话之际 一名身着光鲜亮丽的美貌女子走 唐小姐 今日容大哥可有时间一见 家主说了 一年内该不见客 哼 手里抱歉 她不是故意的 小姐 您可是唐国功夫的小姐 这容景 不过一介武夫 实在是太过分 花嬷嬷闭嘴 既是如此 那我便改日再来 小哥儿 请你将这图纸交给你家家主 若他看过之后还不见我 那么我便离开 她伸手接过图纸 望了一眼后 竟是目瞪口呆 她未曾想到 面前的女子竟然会给她一张兵器图纸 请姑娘捎带片刻 多谢 手里转身进了府内 不远处堂一望着戎府门前的梁玉元 眸色深深 不多时手里出来 姑娘家主有请 家主 两位客人已到 你下去吧 是 姑娘请 方才那兵器图纸是谁所画 是我 那便请姑娘一人进来 木琴你在外面等着 姑娘请坐 梁玉元走到男子对面 然后坐在了白玉凳子上 男子思维想到 眼前这女子还真是这么直接 说吧 给你画图纸的人是谁 阁下耳朵可有问题 既没有问题 何必再问一次 我说了这是我画的 一个规格中 女子能画出这等刁钻又新颖的武器 果真是你 我看你耳朵就是有问题 一句话 能不能打造出来 家主 唐姑娘带着人闯进了府内 亭子那两人相对而坐 虽然看不清容颜 但是唐一知道 那里面必定是她心心念念的容锦 和那个走了狗屎运的女 容大哥唐一唐突了 既然知道唐突 为何还要闯进来 我一个龟中小姐三番五次的主动找你 你不仅逼而不见还如此浪漠 容锦 你莫给脸不要脸 我们家小姐乃是当今国公府千金 你逼而不见毫无礼数不说 现在还胆敢以下饭上 容大哥你莫要生气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想见见你 以来还你的恩情 哦 还恩情就不必了 唐小姐请回吧 容大哥 既然你不见客 那为何要见她 你初来是言而有信之人 为何今日破例 你这样我心中很是难过 这位小姐你是喝海水长大的吧 谁人会喝海水 既然不是 那你干嘛管这么宽 你你你 嘿嘿 你大胆 谢谢 我知道 唐小姐请回吧 唐一心有不甘 可是她却不想将容锦责罪 今日贸然闯进容府 实在是因为被刺激到了 冲动之下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容大哥 我只想见见你 见了你我就回去 可好 不必 唐小姐请回吧 小姐何必跟他们罗嗦 直接将这容锦抓到府中 住嘴 那我便不打扰容大哥了 我们改日再续 小姐 这容锦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每月都要来几次 可是他哪一次见您了 依奴必看 还不如直接将他抓进牢中 看他还会不会摆架子 下个月父亲生辰 若爹给容大哥下了帖子 你说他会不会来 国公爷亲自下帖子 容锦必不可推脱 派个人去查查那女人的身份 奴婢明白 这些兵器我可以做 那我多久可以来拿 姑娘 这些兵器 不 这些应该算是暗器吧 你是从何看来而画 我自己研究的 容锦当然不信 哪个龟哥小姐没事钻研兵器 既然对方不想说容锦便也不问 但个月后可来拿 那就谢过公子了 对了 打造这些兵器 怕是酬劳不小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欠你的 过几日 你便派人去梁府 要银子就成 梁府 姑娘你是 梁玉元 估计你也没听过 梁玉元 姑娘你错了 你的名字我是有听过的 容锦站在原地喃喃自语 她确实听过 却都是关于她的不好言语 手里见自家公子 少有的发愣 不禁对那位女子好奇起来 公子 打开练炉阁 我要亲自住戒 家主你的身体 我按你去吧 出来 容锦 你小子不错啊 无意又精进了 只是小身板还是这么弱 不打了 我说 你不是不来吗 这是她话的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武器 这位姑娘不似普通人 梁玉元刚到梁府 就被梁伯叫到书房 听说你找我 你怎么还是如此没有规矩 见到父亲 竟也不知行礼 如果你找我来 是为了给我讲规矩 那抱歉 我不想听 你不成体统 玉元 我知道 你对我对梁家 是有些怨怪的 哼 你们对我做的 何止一句怨怪 简直就是无耻可恨 爹也知道 这些年对不起你 你看 你说要住进清水居 我便让你住进去 押还婆子给你 是你不要 你现在的吃穿用度 已经和这儿的一样了 所以 玉元 人要懂得知足 你适可而止吧 梁玉元 目光冰冷 并未回话 还有 你经日系的 你祖母喘病复发 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要是传出去 对你的名声实在是不好 我的名声 似乎一直不好吧 难道 我害怕她更坏点 喊喊 玉元 你自小深居简出 对女儿家鲑鱼自然不明白 你放心 你现在病好了 爹自然会帮你挽回生育 不过 你也得答应爹几个条件 哦 你有什么条件 首先 你提到三个条件 我答应了一个 其余两个嘛 你娘已经失去多年 你又何必找她安息 不如就此结果吧 至于牌位 你放心 你娘的牌位 一直好好的 供奉在梁家祠堂 至于你说的每日祭拜 这个每年忌日 自然会有人祭拜 梁伯说完 见梁玉元 只是坐在那里 神色淡淡的 眼底却微微闪动 见她如此 梁伯心中大悦 只不过一个小丫头 我能哄得了后院那些婆娘 还不幸哄不了你 其二 便是你的婚事 玉元 你现在有个好归宿 待你出嫁之日 爹自然会给你准备 丰厚的嫁妆 再怎么说 你也是梁家嫡长女 梁玉元不知在想些什么 依旧不说话 其三 过几日 爹会给你找几个婆子 让你好学学规矩 毕竟你是要嫁给王爷的 到时候你会进宫问安 不能丢了梁府的人 说完了吗 完了 只要你答应我这些条件 你的生育爹自然会帮你挽回 我很好奇 当年你是怎么娶的我娘 你一个小丫头 问这些做什么 你不说我现在也知道了 你定是花言巧语 骗的我娘吧 闭嘴 当年的你确实是容貌俊朗 却只是一个伤骨末流 若不是有一张好嘴 怎能欺骗得了我娘和卓家人 你给我闭嘴 全部是道听途说 当年卓家的地位 你比我更清楚 你用花言巧语骗的我娘 却不是真心待她 你有了靠山 凭着手段喝一张好嘴发家 直至遇到了官家小姐王室 她可以为你铺就更大更广的路 你便气了我娘娶了王室 梁博 你真是博情寡仪 卑鄙无耻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卓家的人 卓家 卓家不是一直被你和王室打压吗 你们把我关在破院里 还将卓家来的人 全部赶了出去 他们怎么能见得了我 当年我娘跟卓家是怎么带你的 卓家当年恰逢巨变 你有能力不帮还落井下石 你贬了我娘的身份 让她日日痛苦 你眼睁睁地看着卓家倒了 看着我娘郁郁而终 甚至是连我娘最后一眼也懒得去看 梁博 可曾梦见我娘来向你讨债 你良心可安 你害死了我娘 这笔血债 我梁玉元此生必定要向你讨来 你个孽畜 今日我便告诉你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罢 我说的你必须照做 不然 你一个名声损害的小姐 嫁到王府也是个受人欺凌的命 今日我来书房见你 你莫不是以为我被你的那些灯会给打动了吧 梁博目光闪动 他还真以为是 想让我替你女儿嫁人 我娘的身份必须恢复 今日我在家一条 废去王室主母身份 梁家做主母的只能是我娘 这都得感谢你啊父亲 如果不是你今日对我说这番话 说不定我都忘了这茬 四个条件 缺义 我都不会出嫁的 梁玉元起身 潇洒地离开了书房 混事是你的 你不嫁也得嫁 那你试试 小姐 你对老爷说了什么啊 我方才怎么看着老爷的脸似乎青了 也没什么 跟他讲道理吗 他说不过我 自己就生气了 傻子 你给我站住 傻子 你给我站住 我叫你停下 你没有听见吗 梁玉元抬眼看去 为首的两人是三姨娘的女儿梁玉如跟梁玉星 当初跟着梁玉秀没少欺负她 你眼睛看不见吗 你竟敢骂我 骂你 我嫌脏了我嘴 你 好你个傻子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来人 给我抓住这个小奸蹄子 小贱人 你敢骂我姐姐 我一会儿就告诉我爹 让他狠狠罚你 是梁玉秀让你们来的吧 他怎么知道 姐姐说了 我要是收拾了他 父亲跟祖母一定会报奖我的 他在我这吃了亏 却让你们两个傻子来当出头鸟 你们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连你你们父亲都敢伤的人 你们以为我会好惹 不好惹 我今天就看看你好不好惹 只不过一个傻子 哼 傻子你不是最怕水吗 一会儿将你抓起来 我就把你按到水里 让你好好的享受享受 快动手 小姐 小姐 你快跑 我拖住他们 你安心站着就好 看看你小姐我 是怎么教训这些狗障人士的东西 你 你 你们快起来 把他抓住 你 你要干什么 姐姐你别怕 他不敢动我们的 他就是个傻子 你敢打我 好疼 姨娘 姨娘 你 你妹妹被打了 你不管他就要逃走啊 闭上你的嘴 梁玉心震天响的哭声立时停住 他满脸鼻涕眼泪又惊惧地望着梁玉元 竟是吓傻 梁玉如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若不是你把我推到水里 我也不会连虚发几天的高烧吧 正好 今天我也让你尝尝 我当年的滋味 如何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活该你被人当靶子 落在我手里 正好也让我报了当年的仇 不要 不要 我求求你 放了我爸 放了我爸 姐姐 我错了 我不敢了 我求求你 我怕水 当年我也是这么求你的 你逼着我跪在你面前 让我求饶 我告诉你我怕水 你是怎么做的 当年梁玉元跪在梁玉如面前 哭泣着求饶 梁玉如不为所动 还一直地嘲笑 稀落着梁玉元 并一脚把他踢进水池 木琴 走了 救命啦 救命啦 小姐 我们真的不用去救人吗 梁府最多的就是人 你觉得我们需要出手吗 可是 小姐 奴婢担心 老爷会怪罪小姐 木琴 你要知道 即使我不动手 梁老爷还是会找我麻烦的 我们先要保护自己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狠狠揍他 知道吗 木琴知道梁玉元从小就过得不好 其实他也是 自从来到梁府天天睡不安生 总有人欺负他 想法设法让他难过 奴婢记住了 老爷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可怜的女儿 三姨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两个宝贝女儿 一个从水里捞起来 就一直昏睡 另外一个则呆呆地坐在房里 任谁叫都没有反应 老爷 你要为如儿和玉儿做主啊 修儿 你放心 如儿定会没事的 我已让刘全请了最好的大夫 三姨娘精致地容颜枯得梨花待遇 梁博看着真是心疼死 没注意到不远处有人缓不走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 如儿可好些了 还没醒 大夫还在看 我的如儿 老爷 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掉到了荷花湖里 还不是那个孽畜 你问他们 都是这些奴才办事不利 老爷 夫人饶命了 都给我闭嘴 你们还敢求饶 没有照顾好 小姐 还害得小姐掉落湖中 罪当杖毙 到底怎么回事 回夫人 四小姐是被那傻 被大小姐推进湖里的 说下去 是 四小姐本是与大小姐好好说话 却未曾想到大小姐心思这么歹毒 她居然将奴婢们痛打一顿 还将四小姐推进了湖里 老爷 你要为我做主啊 如人还那么小 若是醒不过来 可怎么办啊 这个孽畜 若我不好好收拾她 她都要将人害死了 来人 将那个孽畜 不 将梁玉元给我带过来 老爷 那丫头若真这么好对付 她早已服软 何以等到现在 梁博气哼哼的 梁玉元虽身怀武艺 但是梁府这么多人 抓她还是绰绰有余 她最担心的是婚事 老爷 妾身倒是有个办法 服人有何办法 王室转眸撇了撇屋子内的人 梁博也会 丘儿你放心 大夫一定会将竹儿治好的 至于那些丫鬟婆子 嗯 每人仗打三十板子 若还活着的 就发卖出府 老爷 求你饶了奴婢吧 将他们拖下去 老爷夜深了 您和夫人快回去歇息吧 儒儿这里我会照顾的 梁博心中顿时一阵愧疚 三姨娘不像其他姨娘 不缠着她还处处为她着想 会审时夺事也乖巧听话 只是可惜 她好几个姨娘 却无一人为她生下儿子 婉兮归婉兮 王室载 梁博也不敢过多表现出来 那你也早点休息 你放心 我定会为儒儿做主 恭送老爷 夫人 等他们一走 三姨娘面色乎得变得凌厉 吴小姐呢 回忆娘 五小姐还在屋子里 我倒要看看 是谁要害我女儿 馨儿 娘来了 你快出来 不要 不要 馨儿 没事了 是娘啊 娘在这里 没事了 没事了 三姨娘安抚了一会儿 等着梁玉卿不哭 这才问道 馨儿 你告诉我 你们今日为何要找那傻子的麻烦 娘都是那个傻子害的 她打了我 还把姐姐推下水里 都是她 馨儿放心 娘会给你们报仇的 报仇 娘你一定要为我报仇 她还打了我 馨儿 告诉娘 你们今日为何要找那傻子 是 是三姊 这个贱人 娘 姐姐会没事的吧 梁玉卿真的被吓傻 她亲眼看见梁玉卿掉进水里 而身边的丫鬟嬷嬷都被打 趴下 等被发现的时候 梁玉卿在水里不知待了多久 放心 如而没事的 馨儿 娘平时怎么告诫你的 在这府中除了娘 谁都不能信 记住了吗 日后不管有谁找你们说话 你都尽量避开 尤其是梁玉卿和梁玉珍 快休息吧 明日拿来叫你 姨娘 您是觉得这背后有人指使两位小姐 哼 不是觉得 就是有人指使 梁玉秀平日和梁玉珍最是亲近 馨儿说是梁玉秀受益 这背后定然是梁玉珍受益给梁玉秀的 真是可怜了两位小姐 被那傻子欺负 那傻子敢害得如耳落水 还打了馨儿 我自会狠狠教训她 姨娘 奴婢听下人说 那傻子自从病好了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仅伤了老爷 还伤了老夫人 是啊 所以 她今日连我的女儿也敢伤 唉 也怪那两个丫头愚蠢 被人当了把子 还不自知 姨娘莫要生气 四小姐定会逢凶化吉 不过 日后照顾四小姐和五小姐 可是定要谨慎 谨慎 刘妈妈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在这府中谨慎不谨慎 姨娘聪慧 在这府中不争不抢 却该得的都得了 是啊 该得的都得了 即使我的女儿 老爷也开恩 让我亲手抚养 可是我这两个女儿 却是如此愚钝 两位小姐年纪上小 姨娘莫要担心 再过些日子 她们定会明白的 哼 她们傻就是傻 你以为这一次 只是梁玉秀和梁玉珍受益的吗 姨娘的意思是 唉 梁玉珍聪慧不假 但是她背后的人 却比她还要有心机 哦 是夫人 是啊 二小姐虽聪明 但是却也不敢自作主张 既然她们这样做了 那这背后定是王氏受益的 哼 王氏早已容不得我 若不是有老爷 我怕是早如当初的 惠姨娘一般 被赶出了梁府 姨娘 那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 等 梁玉如被踢进水后 一直昏迷不醒 梁博跟王氏则在房间商量 怎么对付梁玉元 老爷 这婚事本就是赐予她的 又何来代替之说 可是 那丫头现在不好糊弄啊 老爷 圣上未曾见过真儿 嫡长女只能是梁玉元 至于她那里 夫人此计甚妙 不过 那丫头肯听我的话吗 贤妃邀请的百花艳 她若赶不去 不是自寻死路吗 夫人真是为夫的贤妹柱 今夜 不如让为夫来好伺候你吧 见过老爷夫人 儒儿怎么样了 大夫说她落水引起了肺热 老爷这可怎么办啊 三姨囊 你身为儒儿的姨娘 管教不言不说 还照顾不好自己的女儿 夫人说的事 都是奴家失职 等儒儿醒了 便让她先去柳方圆吧 丘儿 夫人说的对 虽说儒儿落水是被推下去的 但是 若她不先去找别人麻烦 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你管教不言 便让儒儿跟着夫人 好好学学规矩吧 奴家都听老爷和夫人的 你放心 儒儿定会没事的 王氏 王氏 这一切 不过是你设好的局 见过大小姐 刘管家有何事 小姐 三日后 贤妃娘娘在宫中设下百花宴 这是给小姐的花铁 贤妃娘娘 是的 届时夫人和二小姐三小姐 都会去宫中赴宴 他们都去 贤妃娘娘可是王氏的妹妹啊 据说在宫中的定位不一般 她设下百花宴还邀请了我 这其中意思不言而喻啊 这次的百花宴贤妃娘娘 请了各个官家各世家的小姐 前去赴宴 所以 我知道了 意思就是我不得不去呗 梁语媛 那辆马车是我和我囊的 正好我就喜欢坐别人的马车 不要管他我们上马车 你跟来做什么 自然是跟着母亲和姐姐 不要跟着我们 几日不见 玉真是越发美了 多谢娘娘夸奖 不过真儿看着娘娘的气色 倒是比前些时日好了许多 若说美 真儿根本不及贤妃娘娘一分 这位便是玉媛吗 见过贤妃娘娘 这吃病果真是好了呢 是啊 这真是老天保佑 玉媛的病能好 我和侯爷爷终于可以放心了 姐姐的病能好 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呢 素文梁家有个吃傻的小姐 却不成想这吃傻的毛病还能好 想来这都是侯爷的功劳啊 是啊 只是可惜这位小姐吃傻毛病好了 怎得如此目中无人 贤妃娘娘 我姐姐从未进过宫不懂宫规 还请贤妃娘娘恕罪 我怎会怪她呢 毕竟她是即将嫁给三王爷的王妃呢 圣上将梁家嫡长女赐给三皇子 众人想到的便是梁玉真 有人惋惜 有人幸灾乐祸 毕竟清平王可是有封病的 但他们都忘了梁家还有个自由吃傻的长女 玉元快谢过贤妃娘娘 哼 你们这是想着理应外合 利用贤妃将这婚约直接按到我头上吗 想得倒霉 多谢娘娘 玉元是个懂理的 这吃傻的病好了 日后定然是个有福的 说来这些都是夫人的功劳 若不是你和侯爷悉心照料 玉元病怎能好呢 娘娘说的是呢 母亲待我极好的 她为了此次婚事 可是杀费周章呢 这是应该的 毕竟我你的母亲 我不对你好 谁对你好啊 是的呢 母亲不仅细心照料我 还请求爹将主母的位置还给了我娘 母亲这般自降身份 我很是感激母亲的 你说什么 谁要自降身份 梁伯正妻 梁家主母身份 本就是王室最看重 母亲您别生气 这都是父亲对我说的 我以为 我以为是您说的呢 玉元 你可莫要信口雌黄 贤妃虽然与王室关系一般 但是她需要梁家的银子 她比王室还看重她的在梁家的地位 你母亲不在意 你是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如此细心照料于你 你却这般言辞 简直是大逆不道 玉元 我将你当作亲生女儿 你怎地如此想呢 是啊姐姐 你这样说 真是让我和母亲含心啊 梁梁恕罪 母亲饶命 母亲 这些都是父亲对我说的 不可能 母亲 圣上资婚本是梁家嫡长女 我若不是嫡长女的身份 那这资婚的便是玉真了 玉元你糊涂了 你是我的女儿 怎么不是嫡长女的身份 可是 我的圣母本就是父亲正妻啊 我原以为父亲和母亲是可怜我和我母亲 终于肯将主母身份还给我娘 梁玉元如此说 显然是提醒了众人 当年 梁博以平妻的身份娶了王室 之后 梁博正妻卓氏又被贬为了贵妻 玉元 你莫不是又傻了 娘娘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这些都是父亲对我说的 若不是这样 那 那我就不配被圣上赐婚 我一个梁家树女 不配啊 玉元 你定是病又犯了 母亲 我的病是您细心照料好的 大夫都说了 我的身体好得很呢 母亲您忘了吗 父亲还让您每日都去给我娘上香呢 休想 母亲您不要生气嘛 您要生气也该去找父亲问问清楚啊 若今日梁玉元气急之下动了手 那么梁玉元必然吃醉 到时候梁玉元的命拿捏在他们手里 自然是不嫁也得嫁 这便是王室跟梁博商量好的计策 还拆人代谢给贤妃 说梁玉元是个无脑子 这王室才是个没脑子 一谈好奇就这么给搅糊了 姐姐 你一定是又犯病了 既然母亲和妹妹都说我犯病了 那我就是犯病了 贤妃娘娘恕罪 我既然犯病了 还请娘娘整我先回去休息吧 梁玉元这一番话表露了太多信息 大家心里都明白 王室不想让自己女儿嫁给疯子 就找了个替死鬼 只是可惜 这个替死鬼不但不傻 还将当年的事也给抖揉出来 玉元虽病好了 但时不时的总会有些不对劲 对对对 这个小贱人 看我回去不扒了他的皮 母亲 你别因为那个小贱人生气 你给我闭嘴 都是你这个贱人 若不是你害的那傻子自尽 他怎会突然就病好了 我养你做什么 养着你还不如养着一条狗 玉岫 一会儿回去母亲 让人给你送些好点的药膏 不过你这一脸上弄的 母亲也很是心疼 若是你爹问起来 多谢母亲 母亲女儿明白怎么跟父亲说的 今日梁玉元对着贤妃娘娘和那么多夫人小姐说 你要将我贬了身份 还说要将着实扶回正妻 是也不是 夫人 今日怎的这么早回来 夫人 这是怎么了 为何脸色这么不好 今日梁玉元对着贤妃娘娘和那么多夫人小姐说 你要将我贬了身份 还说要将着实扶回正妻 是也不是 这个孽畜 梁玉元说这些都是你说的 你早已做了决定 又何苦让我和真儿去宫中做那无用之事 可怜我当初以平气的身份嫁给你 却换来如今的下场啊 夫人 我怎会做这种事情 这些都只是那个小贱人自己说的 我何曾答应了他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为何不对我说 瞒着我是不是想将那个已经化成骨灰的贱人扶正 是不是 王氏 你莫要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我哪里无理取闹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处处为你着想 可是你呢 你竟然还想着贬了我的身份 梁玉元你就不怕我告诉我爹吗 你这 你这无知夫人 第二天梁玉元得知 梁博和王氏大闹了一场 心里乐开了花 小姐 老夫人请小姐去芙蓉院 我身子不舒服不想去 小姐 老夫人说 想和小姐说说话 老夫人说是 是关于卓夫人的 既然租母有话要说 那么走吧 租母 听说您找我 玉元 虽说你自幼缺乏管教 但是你既是梁府的大小姐 你的德性和动作 还是要收敛一些的好 租母 若是找我来是要训斥我 我看还是免了 对了 你的传证好些了吗 你 租母 我娘的身份何时恢复 玉元 你实在是太过胡闹 你娘已经死了那么多年 而且还犯过错 你又何必就是从提 你是梁家嫡长女 马上你也会嫁给王爷 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应该珍惜 这么说 租母是不同意了 玉元 你要记住你的母亲是王氏 王氏 看来我们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我娘当初有没有犯错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今天我也把话撂着 如果你们不答应我的条件 那么休想让我应了婚事 圣旨到了你跟前 你若不从 那么便等着掉脑袋吧 我一个被人遗忘的傻子 怎会是什么梁家嫡长女 你们将我娘从正妻的位置上拉下来 我怎么能做梁家嫡长女 圣上赐下这婚事的时候 恐怕想不到梁家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儿吧 你娘是你娘 你娘不是正妻 你的身份还是梁家嫡女 你的命运 你的婚姻都握在我们手里 是吗 如果我将你们欺瞒圣上的事情 捅到了圣上那里 你们会怎么样 你以为你个小贱蹄子能见到当今皇上 能不能你们可以等着瞧 当初若不是我娘 梁家会有如今的模样 你们母子忘恩负义 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 我自然是要替我娘讨还个公道 她王室根本不配当梁家主母 如果你们还不肯恢复我娘的身份 那么你们就等着瞧 滚出来 警觉性还是如此好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 我的弓弩 这个怎会在你手中 给我 这弓弩我很是喜欢 不如你再还一些精巧的兵器 让我开开眼 休想 将弓弩还给我 或者 我现在喊人过来 你这个丫头为何总是这么凶 那德芬人 比如像你这种无耻之人 擅长女子规格 还不止一次 难道还想着我对你和颜怨色 不如我们合作 你帮我画类似于这种的兵器图 我再帮你让梁伯将你娘的身份恢复 若是单凭你的能力 恐怕等到你成婚的那日 梁伯都不会如你所愿 我不会等到那个时候 丫头 梁伯再怎么说 也是一国首富 而且她是圣上玉丝的永定侯 若你动了她那么日后呢 我可以让梁伯乖乖听话 让她恢复你娘的位置 你不必急着否决 好好考虑 梁预言证了证 她还真是没有想以后 你到底是何人 你日后会知道的 既是合作那最起码我也得知道 你到底是何人 何种模样 你想看我的容貌 丫头 看我容貌的人一般有两种下场 死货者 成为我的人 果真是个变态 外面那些人是你祖母院子的人 你祖母今日换你过去 想来是做了万全准备 现在那些人来这 必是来抓你的 若你求我 我可以帮你 我会怕她 大小姐 你趁着携席间偷了老夫人真爱的镯子 奴婢等人是奉了老夫人的意思来这里搜查 若小姐没有偷 自然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谁若敢动清水居任何一样东西 我保证 我会立马将她的手砍下来 老夫人吩咐 若大小姐违抗命令 便只能将您绑起来了 不就是想带我去芙蓉院吗 我跟你们去 不过 若你们敢动我清水居一草一木 不必将你们当场嘎了 我说到做到 既然大小姐公认不会且愿意跟奴婢回去见老夫人 奴婢自然不会动这里 芙蓉 你可知罪 不知道 芙蓉 你竟然偷走了我的镯子 你如此没有规矩 还做着偷鸡摸狗的事 实在是犹如梁家的名声 念在你是初犯又是女儿身 不便动用家法 你便去我后院的佛堂闭门思过抄写经书吧 你的废话若是说完了 我就回去了 芙蓉 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若你现在敢走出这个门 那你永远也别想见到你那个小丫鬟了 你若敢动她一分 我必拆了你这芙蓉苑 只要你乖乖的去佛堂闭门思过 我自然不会动她 好啊 不过 祖母你可不要后悔 一会儿后悔的可就是你了 小姐 请吧 一盏茶的时间后 紧锁的佛堂门被人打开 带她走 老夫人 她已然晕过去 将她给我绑起来 将她给我绑起来 是 祖母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梁附近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老夫人 她 她 人都说菩萨慈悲 祖母 您在佛堂做那伤天害理之人 就没有想过要遭报应 宇元 你以为这梁家没有你不行 若没了你 还有其他人 我以为 上一次 你应该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照事算计好了 将梁玉元绑好对她实施刑法 要是还不听话就嘎了 没人会在意一个傻 将她给我抓起来 小姐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 若是不仁吃亏的 可是你 老夫人快走 我早说你会后悔的 面具难走之前跟她说小心香炉 她没想到赵世心这么黑 竟然准备对自己用刑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你的祖母 祖母 一个想着将自己孙女迷鹰 私下行刑 还动了杀新的祖母 宇元 你莫要误会 我 我怎么会对你动刑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你还是不要说话了 不然我真是忍不住想让你溅溅血 你们梁家的人啊 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黑心鬼 梁博是个人渣中的精英 祖母你就是个变态中的极品 赵世听不懂梁宇元的话 但却知道这是在拐着弯的骂他 你就可敬骂吧 只要我出去 竟然要你生不如死 宇元 求求你 放个祖母吧 祖母真的没有想害你 把你们奶的香给我拿出来 你要做什么 那是断魂香 快放下 要干什么 自然是以牙还牙 宇元 你敢 你敢绑我 我是你祖母 我是你祖母啊 我可没有如此无耻又恶毒的祖母 想来祖母一直对别人用这阴损的东西 自己没有尝试吧 你就不用谢我了 这是怎么回事 老夫人怎会被绑在行事 还中了迷烟 回禀老爷 老夫人是被大小姐绑在行事的 孽畜 又是那个孽畜 我非得扒了她的皮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老夫人被人绑了 你们不知道吗 来人 将他们都给我掌壁 掌壁 老爷 现在最重要的是娘的身子 将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大夫看后说 赵氏就算醒来也可能下不来床了 将众人打发后 王氏也将发生的事告诉梁伯 你说那些壮汉都嘎了 那些壮汉的尸体留不得 还有那些下人 老爷放心 那些人我都处理了 但是吕嬷嬷被梁宇元当场给拖走的 那个孽畜呢 去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今日非要扒了他的皮 老爷不可 玉元形势很辣 此时还得从长计议 一个乳秀未干的贱人 我就不信 我还治不了他 老爷 妾身倒是有个法子 这法子好是好 那贱人也定会妥协 只是 是不是有些阴酸 老爷 妾身也是为了您和娘好 若是您觉得这法子不好 老爷也可想其他法子 妾身都听老爷的 夫人 就按着你的法子来 你果真是我的贤妹重 那妾身现在就去安排 张嬷嬷 你现在叫人去祠堂 江卓氏那贱人的牌位 给我拿过来 是 奴婢这就去 夫人打算如何做 我早说过 我必会让他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他不是最看重 那贱人的牌位吗 我就偏要当着 他的面将牌位毁了 说来 这小贱人倒还是 帮了我一个忙 王氏自尽梁府以来 也要时不时的 受赵氏的敲打 忍了这些年 如今 赵氏被梁玉元 害成这个样 他心中舒爽得很 夫人 奴婢担心 那傻子不是好教训的 我自然明白 可是 耐不住他在乎 他娘的牌位啊 我不仅要他低头服软 还要将牌位 当着他的面给毁了 我要让他知道 在梁家我才是主母 我要他生变生 要他死变死 小姐 老爷一定是知道了 老夫人要陷害小姐 所以才没有派人过来啊 没有人来才更麻烦 小姐 您是说老爷还会追究吗 自然 赵氏中了迷烟 现在肯定是昏睡不醒 依着梁博的性情 必会勃然大怒 恨不得亲手杀了我 现在那边居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你说这正常吗 你看着吧 不消一会儿 他们必然会来 小姐 不如 我们趁着老爷还没有动手之前 快逃吧 穆勤 若是你害怕 我可以放你离开梁府 你的卖身器我也可以给你 梁玉元知道自己在梁府 必然有许多麻烦 穆勤要是害怕 也不是非要留下他陪着自己 小姐 奴婢 奴婢不走 奴婢的命是小姐救的 奴婢这一辈都伺候小姐 奴婢不怕死 只要跟着小姐 奴婢什么都不怕 穆勤知道 上一次若不是梁玉元出手救她 恐怕她不是被水姨娘给发卖出去 就是被障礼 好 既然你选择跟着我 那么我必不会让人欺负你 任何人都不可以 穆勤将她嘴上的东西拿了 小姐饶命 小姐饶命 老奴是被逼的 是被逼的 于嬷嬷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一会儿你将所有的实话说出来 要么我直接嘎了你 你知道 我总不手软 老奴说 老奴全部说 是老夫人指使老奴抓小姐的 都是老夫人 玉元 你可知你今日犯下大错 来人 将梁玉元抓起来 玉元 你可知你今日犯下大错 来人 将梁玉元抓起来 正好来了这么多人 恐怕这些人都是身手好的吧 玉元 你忤逆犯上做下错事 若是乖乖听话 我定会在老爷面前为你说几句好话 毕竟你也是我的女儿 扁 我可没有你这个个母亲 我母亲杂一入土 怎么 夫人你就这么急着想去找我娘啊 玉元 你莫要同我耍嘴皮了 我自不会与你计较 但是一会儿就要看着梁府家规饶不饶你 家规 那好啊 今日我倒要开开眼 看看这梁府家规是个什么东西 放肆 梁府家规是容得你来诋毁的吗 你害得你祖母现在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你这个不孝女 若你还不知错我便要了你的命 知错 我没有错 既然都来了 我倒真是有件事要与大家分享分享 来人 将这个雕奴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在我眼前撒野 父亲 你何必这么着急抓人 你不是说我伤了老夫人吗 不如就让大家来评评理 看看到底是谁的错 如何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给我抓人 若是他反抗 就给我打 往死里打 还有谁不怕死 便上来吧 吕嬷嬷 说吧 吕嬷嬷将肇事和在芙蓉院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大家都听到了吧 老夫人不仅胡乱栽赃 还用迷烟伤人 我倒不知堂堂遇过首富的家中 竟是出的这些阿杂事情啊 一派胡言 老呀 便气坏了身子 玉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害了老夫人这便是事实 若你还要反抗那便不要怪我和你父亲不念情分 玉元 若是乖乖听话 这牌位我会好好保管 若你动手反抗 那么你娘的牌位怕是就保不住了 夫人 您怎么可以随意拿了卓夫人的牌位 人死伟大啊 王室 我本不想让你的血脏了我的手 可是 你今日竟然让人脏了我娘的牌位 此仇不报不共戴天 梁玉元含着脸 全身上下散发着透骨的冰冷与杀意 王室吓得不惊发抖 就连梁伯一感受到了梁玉元动了杀心 玉元 难道你想是父是母吗 师父 你配吗 你让王室这么遭见我娘的牌位 梁伯你配当人吗 你和王室真是猪狗不如 若你敢动手 我现在就让张某某毁了这牌位 你放下你手里的暗器 跟我走 老爷那是小姐母亲的牌位啊 是卓夫人的牌位啊 老爷您怎么能拿着夫人的牌位来威胁小姐 剑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木槿不要哭 何必让仇者快 惊者痛 梁伯 王室 今日你们如何造见了我娘的牌位 我都一一记着 你们等着 我必会依依奉还回去 来人将这孽障给我拿 老爷 麒麟老爷 南国世子爷来了 梁老爷 今日我冒昧打扰 没坏了你们事情吧 世子爷 既然来了便请去政厅坐下歇息吧 不急 不急 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梁伯的人 梁老爷 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小丫头 做什么呢 玄女犯下错事 又不听却 我和她母亲正劝着她认错 认错要来这么多人啊 我怎么看着 你们这架势 怎么倒像是逼梁为娼啊 世子误会了 你竟是梁伯千金啊 实惊实惊 这个贱人何时 竟然认识了南国世子 不知梁姑娘做了什么错事 惹得梁老爷 动了这么大阵仗 我和梁姑娘 也算是有几面之缘 不如梁老爷告诉我 让我也听听 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禀世子爷 都是家庭所事 还是不劳烦世子爷了吧 不麻烦 不麻烦 说来我和梁姑娘 也算是朋友 梁老爷就说吧 梁伯肯定不会将 赵氏座的事情说出去 他今日想着抓了梁御元 好好教训再关起来 到澄清那日 将他绑上花轿 谁知这南国世子 竟突然冒出来 还与梁御元认识 就是一些家宅之事 小女不懂事 冲撞了世子爷 还请世子爷误怪 既然不是大事 那就不要再追究了 毕竟你们也是妇女吗 将我娘的牌位给我 御元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来人 将大小姐送回屋去 我娘的牌位 御元你这是做什么 他是你父亲啊 世子爷求您救救我家老呀 御元 御元他这是真的要师父了 不知道梁姑娘 受了什么委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思雪衣这明显的 就是在偏袒梁御元 梁御元却不管思雪衣 他手中的匕首 抵近梁伯几分 见了血 聂子 聂子 还不快将牌位还给他 这思雪衣不仅认识梁御元 今日还来的这么凑巧 就像是他知道梁御元 要出事一般 世子 求世子做主啊 梁夫人这是作何 世子 求世子救救我家老呀 救救我那可怜的婆婆 御元不是我亲生女儿 想必他心中对我有诸多怨对 但是我确实不敢有半分懈怠啊 御元 你若怪我动手便是 何苦伤害老夫人跟老呀 他是你父亲啊 你既然要偏袒梁御元 我就反将梁御元一军 我看你还怎么偏袒那个小贱人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感动我娘的牌位 我逼断了你的手 御元 你快放下刀子 世子 世子救命 梁博士真的怕了梁御元 梁御元不怕思雪衣 更加不怕死 梁姑娘 你我既是朋友 你也听我一句劝 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快给他 大大小姐 哪里吧你 梁老爷 你与梁姑娘既是妇女 想必是有什么误会的 不然怎么拿着人家娘的牌位啊 这句话一死泼疯 梁博自知理亏 也不敢叫人抓梁御元了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 世子 这个家奴肆意侮辱我娘的牌位 其心可诛 今日若不惩罚于她 难消我心头之汗 不行 梁夫人何故如此 这个奴才 胆敢动了周夫人的牌位 自然是要惩戒的 他以不知人的牌位要挟的事情 本就尚不得台面还损了应得 王室也不敢公然说出来 自己让张嬷嬷拿的 想必能想出这么阴损主意的人 必定是这个恶毒婆子了 既然如此 梁大小姐要惩罚一个家奴吗 应是可以的吧 世子说的对 甚好 梦媚来到梁府 还帮着梁老爷解决了妇女恩怨 梁老爷便不用谢本世子了 谁要谢你啊 世子请一部正厅 大小姐饶命 求大小姐饶命 我知道想毁了我娘牌位的人 不是你 大小姐英明 但是你们却是真的沾染了我娘的牌位 便不能老数 沐晴将污秽之物清扫出去 再将此人送还给柳方苑 奴婢明白 老爷 老夫人还是人事不行 我们就这么散了吗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就可以将梁一人抓到 然后可以当着她的面 将卓氏的牌位毁了 那你还要如何 都是你想出的好主意 若不是这样 怎能让我们在思雪衣面前说不出话 不过一个南国之子 若不是因为当今皇上对她礼遇有加 她以为她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还要管她良府的事情 好了 方才是我气得很了 你不要在意 夫人 这几日你给岳丈送一封信 就说我新买了一幅画 请她来一起观赏 老呀 思雪衣身份特殊 如今又做出如此举动 必定是有什么问题 姑娘 今日我帮了你的大忙 你要怎么感谢我 我并未求你帮我 一切都是你自愿 为何要谢你 姑娘不如这样 我帮了你也不要求什么大礼回谢了 要不你就亲我一口 若是你不在乎你那张脸 我可以亲亲你 我真是个有意思的姑娘 只是可惜 不是我的 我今日此举 虽是受人所托 终人之事 不过 却也真心 姑娘可要记得我的好哦 小小姐您何时竟然认得了世子 你何时见你家小姐与此人认识 既然不认识 那世子为何要帮我们啊 他不是说了吗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只是 那个人是谁呢 是他吗 丫头 你便这么迫不及待的投怀送吧 梁玉元刚从卓家出来一上马车 就看见了面具男 梁玉元本能去 却意外跌进面具男的怀中 投你奶奶 别动 我奶奶早已去世 你又何必诅咒她呢 心动啊 糟糕眼神剥不掉 手感不错 皮肤很细腻 手疼吧 我看看 不用你管 丫头 何故这么凶 小心日后嫁不出去 关你屁事 那这么说 你是不用我帮忙了 我可是听说 梁博正四处求一位要来救她老母 你手中有 自然 你想要如何 丫头 我说过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也得给我些好处不是 梁博寻求的药 定是极珍贵稀少且难得到的 若是她得到梁博想要的药 自然可以让她答应自己的事情 上一次是你让思雪衣相助的 正是 所以 丫头 你准备怎么谢谢我 眼前的人身份不仅神秘 看来还很尊贵 梁玉元再一次生出退役 她知道 眼前的人她不该招勇 丫头 你不想让你娘的身份恢复吗 不是献殷勤 若你真想助我 怎会提出条件 你既然这说 必然是有事要我做 是不是 自然 不过 若你亲我一口 我便给你 如何 阁下若是敢露出真容 我倒是不介意 丫头 这么说 你要嫁给我了吗 哼 自然是要毁了你的脸 看你还敢如此无耻 登徒子 既然你不愿意 心动啊 糟糕眼神剥不掉 给 丫头 我还会来找你的 再会 混蛋 无耻 变态 大变态 小姐 怎么了 没事 干净回去吧 没事的话 为什么小姐的脸那么红呢 梁玉元还没回来 他在卓家痛斥催胀的事 已经传到梁博这里 真是孽障 孽畜 他竟敢瞒着我去找卓家的人 你去告诉胡三 让他接着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 还有那边 让胡四再逼一逼卓家那个老顽固 老奴明白 还有 那个孽畜若是回来 便将他给我带过来 孽障 你敢砸我 老子砸你还是轻的 你将府中闹得鸡犬不宁 还伤了你祖母 现在你竟敢违背我的命令 私自去建卓家人 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呀 你以为老子真是怕了你 从今日起 你再也别想踏出府门一步 若是为令 我不仅绑了你 还要将你身边的丫鬟发卖出去 终于不装了啊 对嘛 这才该是你的嘴脸嘛 你每天装的一副副子子下的模样 给谁看啊 你不嫌丢人 我都嫌恶心呢 你 你 想收拾我啊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来人 将木琴给我绑起来 语言 莫要再让爹生气了 不然下一个被绑的便是你 从今日起 你便乖乖地待在清水居代价 自木琴被外面的人绑起来后 梁玉元没有大幕 也没有反驳 这倒是让梁博有些意外 听说你最近在找一位一样 是又如何 是不是这个啊 你怎会有雪莲 玉元 这雪莲可是稀有药材 千金难买 你拿过来问为父看看是不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不然我怎会拿给你看呢 玉元 快交给父亲 父亲知道你很孝顺 我算是见识到了不要脸的境界了 语言 爹方才是有些激动了 不过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快把要给爹吧 梁老爷是不是以为我傻 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么珍贵的药材 为何无缘无故的交给你 你 你到底想如何 废除王室 恢复我娘的身份 语言 你娘已经不在了 你又何必非要三番四字的饶她清静 她的身份恢复不恢复 又有何意义 我娘不在了是谁害死的 梁家主母的身份只能是我娘的 她王室不配 我娘为了你付出良多 最后落得个七彩下场 这本该是你和王室的报应 孽子 我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孽障 伯尔 你有何话要对我说 是不是为娘的身子 不是 娘 冰玉雪莲找到了 果真 快拿去给大夫 娘想快点好起来 找是找到了 但却不在我的手中 那便去买呀 花重金 伯尔 娘可就你这一个儿子 若是娘死了 留你一人孤零零的在这世上 娘如何放心啊 梁婆将梁玉元对她说的 跟赵氏说了一遍 这个小贱人 伯尔她说不给便不给吗 你去刘全带几个人 将她保了把冰玉雪莲抢回来 娘 我怕若是硬要 会弄得玉石巨粉 那便答应她的条件 不管她什么王室的身份 卓氏的身份 我才是最重要的 伯尔 你便答应那贱人的要求 先得到雪莲为娘治病要紧 可是我担心夫人那里 那又如何 她爹现在快要退了 我们还怕她不成 再者说了娘身子好了 可以再恢复她的身份 梁伯依旧有些迟疑 他对王室终究有几分夫妻情谊 伯尔 你这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啊 你忘记当年娘是吃了多少苦 在你身后支持着你做生意 现如今娘身子被害得成了这样 你就不心疼为娘吗 娘 儿子怎会不答应 伯尔 你是否为难不知怎么对王室说 这还不好吧 这件事便由娘来说 若是她不答应 那便是她不孝 如此一个不孝的儿媳妇 我还要她做什么 若是王室不同意 便休了她 这个贱人 骚货 她竟然敢怀孩子 你不是一直看着水姨娘吗 为何她还会怀孕 当晚 梁伯新奈的姨娘水姨娘 有起的消息传遍梁府 夫人 奴婢有罪 可是奴婢一直让银杏 在水姨娘的补品中放了药的 不行 我不能让她怀这个孩子 李嬷嬷你也是跟在我身边的老人了 为何还会出这种纰漏 我看这件事倒是很蹊跷 还没查清楚 不能说李嬷嬷没做好 大夫都说了她怀孕 还能有假 都是为娘不好 要是早些为你爹生个儿子 也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 大夫说的就对吗 夫人 小姐说的对 那大夫是水姨娘找的便不足以信 真儿 还是你聪明 我真是自乱阵脚了 李嬷嬷是娘贴身之人 也是最为相信之人 可是那个银杏会不会反水 我们岂能保证 第二天 一大早王室就被叫到芙蓉院 曼云啊 你嫁来梁家几年了 我带你如何呀 娘 十四年了 娘对我很好 嗯 你也知我带你不薄 当年你不喜欢着世 娘便帮你整治他 可是你说伯儿都多大了 还没有一个儿子 娘我也着急 这些年一直寻访名医 也吃着药 可始终没有成效 不是吗 不过总算老天开眼 水姨娘那有了身孕 你该多关心关心 娘说的是 我作为主母自然会照顾好水姨娘 跟老爷的孩子 若是这样最好 曼云我知道你是孝顺的 所以有件事要告诉你 娘您说 这我这病一直缺一味药 现在要在梁玉元手里 那小贱人要恢复他娘的身份 不过为了娘的身体 你便先答应下来吧 恢复身份 娘不说卓氏已经死了 他当初可是犯了家规 这被贬的身份怎能恢复 我自然知道 可是不答应那小贱人不交出血帘 你放心 待我身体好了 自会让你重新当上梁家主母 这是什么意思 自然是要你委屈一些 先当一阵子贵妾 什么孝顺 什么狗屁受委屈 赵氏竟然如此卑鄙 为了自己的身体 就要贬了自己主母的身份 我不同意 王氏 你不要如此放肆 梁家不是你说了算 我说贬你就贬了 你还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上书千金吗 王氏心知自己冲动 若他不同意 便会扣上一个不孝儿媳的名义 可让他同意比让他达了还难受 娘 我们可以不必如此 既然在玉元手里 我 我有办法拿过来 王氏 那药材本来就稀有 若你与那贱人冲突而毁了药材 又该如何 只是委屈你几日 我身体好了 自然会恢复你的身份 出去吧 我累了 哼 跟我逗你还嫩点 若这次你乖乖的 我便恢复你的身份 若是你 哼 水姨娘也有了孩子 若是个男孩 你还以为还有你的位置吗 王氏回去后一通发泄 梁玉珍安抚好自己母亲后 就来到了清水居 不知二小姐来我清水居所为何事 这段时日 我和我母亲过得愈发不顺行 姐姐心中是否唱快些了 你们不唱快了 我自然是唱快的 那姐姐唱快了 可否放我能一条生路 你用雪莲治好祖母的便 想要什么祖母跟父亲都会答应的 为何执意要贬了我母亲的身份呢 算我求你了 好不好 梁玉珍你可以为你母亲 在我面前低头服软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我母亲 讨回一个公道 这些都是王氏应得的报应 她当初怎么让我娘吃的苦 今日我便让她也尝一尝 姐姐 有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何必如此 我就偏偏不饶人了 你能如何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辞了 姐姐 若不是见你容貌 我还真是怀疑你究竟是不是我姐姐 母亲 这几日将雪莲放好 若是有什么意外 不管去哪一定将雪莲拿好 小姐 难道还有人敢公然来清水居拿雪莲吗 你方才没见到 王嬷嬷的一双眼珠子 恨不得将这屋子给看穿吗 那傻子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敢在你面前耀武扬威 小姐 您何必去她那里受这种委屈 你以为梁玉元还是以前的梁玉元吗 王嬷嬷 那房内你可都看仔细了 小姐放心 奴婢记得一清二楚 好 明日便按计划进行 切记莫要让人发现 小姐 奴婢有些担心那傻子不上当 生死面前 我便不相信 她还会顾着那雪莲 在这卓氏的牌位还攻在那里呢 小姐聪明 祖母啊祖母 你无情别怪我无意 日后你若是死了 就去找卓氏吧 这都是她的好女儿逼的 几天后的半夜 清水居然起大火 在一帮下人的忙碌下 火被浇灭了 小姐 奴婢亲眼见到 她趁着火之际跑了进去 这是她扔掉的火折子 小姐饶命 小姐饶命 奴婢 奴婢只是想进去救人 是吗 既然是救人 你为什么在我屋里翻东西呢 兵玉雪莲呢 我问你兵玉雪莲呢 梁老爷放心 雪莲没事 还得请梁老爷为我主食公道 不知道是谁要烧了这清水居毁了 那兵玉雪莲 是这剑必放的火 刘全将这剑人拉下去 仗则武师大板 老爷饶命啊 奴婢没有 奴婢没有 奴婢只是看见着火了 来救人而已 你没放火 奴婢没有 难道就因为奴婢第一个救火的 就说奴婢是纵火的吗 既然如此 那便是冤枉你了 玉元 我看着定是你这丫鬟疏忽 看顾不周酿下大错 来人将他拉下去狠狠地打 既然你这里如此不安全 还是将雪莲交给我保管吧 显然 梁博这是用沐晴逼迫梁玉元交出雪莲 若你敢动沐晴 我便先毁了你的药 想毁了雪莲 梁老爷不想知道吗 你说你没有纵火 你是那个院子的 为何这么巧发现清水居着火 奴婢乃是海棠院的红桥 今晚不当值 半道上看见清水居火光漫天便赶来了 那为何你一进清水居 不去扑火 进我房内做什么 奴婢是要去救小姐啊 想来是有人承诺你什么了 所以你才敢敢大妄为 偷偷潜入清水居放火 我记得梁夫每个院的火折子 都是有记号的这种的 我这里可没有 这个奴婢不知道 还敢狡辩 这几日你时常经过清水居 知道这里只有一个亚伙 你本想在柴房店起火 等我出来 你就进我房间找雪莲 事业不适 红桥说不出话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只是自己刚进去 就被梁裕员抓住了 若我没猜错 你身后那人必是交代你 若找不到雪莲 就将我屋子叶烧了 直接来个玉石巨坟 说 谁指使你来清水居放火偷药的 奴婢 奴婢不明白大小姐的意思 你不说 我便没有办法了吗 说 谁指使你来清水居放火偷药的 姐姐 你这不是屈打成招吗 你这样 就算是丫鬟招了 也是 若你再说一句话 我便立刻割了你的舌头 说 谁让你纵火的 小姐 奴婢没有 求小姐饶了奴婢吧 你以为你做得很好吗 你进了清水居后 我就知道了 你以为你那点火 能将房子烧成那样 我亲眼看着你放火 我便又帮你加了一把火买一马 不 不可能 柴防火不大 怎么能引来人啊 你不就是要这个目的吗 到了此时此地 梁玉珍才清楚过来 原来是自己钻了头 是 是王嬷嬷指使奴婢的 奴婢冤枉 姐姐 一个奴婢的话 如何当真 更何况 她都被你吓成这般模样 谁知是不是随意栽赃 是吗 我倒是觉得红巧说的是真的 梁老爷 我不明白了 一个海棠院的丫鬟 敢在清水居纵火 既然她想栽赃 为何不栽赃海棠院的人 而栽赃柳方院的王嬷嬷 老爷 奴婢冤枉 这件人胡乱栽赃 是不是栽赃查一查便知道了 只要问问与王嬷嬷和红巧相识的人 他们最近可有异常 他们之间的关系 姐姐 即使他们之间有些关系又如何 谁能作证是王嬷嬷指使的红巧 谁说没人作证 王嬷嬷若要红巧做这种事 自然是许了她好处 只要让人问问红巧家人 或者与她相近的人 不就知道了 说 是不是你这个恶奴 王嬷嬷你可是梁家的老嬷嬷了 行差踏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 你应该比我懂吧 或者说 你背后还有人指使 你不敢说 梁玉元这句话可谓是火上浇油 王嬷嬷乃是梁玉珍的嬷嬷 她以前也是王室身边的人 爹 姐姐她如此血口喷人 实在太过分 是不是 一查便知 刘犬去查海棠院和柳芳院 梁博倒不是为了帮梁玉元 而是这兵玉雪莲是肇事救命的药 她素来孝顺 自然不能忍受这种事情 爹 男现在正在病中 您不可这样做啊 老爷 您不要去查柳芳院 奴婢招 奴婢招了 这一切都不关小姐和夫人的事 都是奴婢自作主张 果然是你这个恶奴 你为何要这样做 奴婢 奴婢看不得夫人受此委屈啊 老爷 大小姐有药本就该救老夫人 可是 却为何要让夫人受此屈辱啊 奴婢是为了夫人报仇 那你可知 若是烧了清水居 老夫人的药也便没了 来人 将这恶毒婆子拉下去 长则武师大板 爹 你闭嘴 拉下去 众人全部散去 梁博却未离开 玉元 爹已经答应你的要求了 你是不是将冰玉雪莲给了我 还未行主母一事 也未将王室贬为贵妾 怎么就完了呢 一事 你要什么一事 你别忘了 你娘已经 我娘居士又如何 我就是要让梁家所人都知道 我娘才是梁家主母 你这个孽畜 清水居着火的事情 很快便传遍了梁府 贱人 这个贱人 幸亏冰玉雪莲无甚大事 若是毁了 看我不杀了那贱人 老夫人您莫担心 老爷说了 那冰玉雪莲 好好地放着呢 放火烧清水居 这件事必然是王室 那贱人吩咐王嬷嬷的 他想害死我 不行 我这便让伯儿贱了那贱人的身份 我要冰玉雪莲 梁玉元毫不退让 赵氏的步步紧逼 最终梁博宣布贱了王室的身份 娘 您看到了吗 天里昭昭 倒映不爽 这梁家只有您才配当梁家的主母 爹 既然娘的身份恢复 那他们是不是也该给主母行礼了 国家见过夫人 王室 你为何不贵 我为何要下贵 即使我现在是贵妾 曾经也是梁家的主母 我贵了 怕你们受不住 你想多了 我娘自然是受得住的 若你不贵如今的梁家主母 便是靠命 既是靠命 自然要责罚 你敢 梁玉元 你休想羞辱我 我怎么不敢 王室 你说我羞辱你 那你可曾记得 当初你是如何羞辱我娘 当年你是如何盛气凌人的站在我娘面前 让我娘向你下跪行礼 王室 当年你是如何对我娘的 今日 你便如何还回来 这些都是你该得的报应 不 不是 那是他活该 他不配合我做同样的位置 这一巴掌是带我娘打你的 王室 好好享受吧 我早就说过 我娘当初受过的苦楚 我定是要让你全部都还回来 奴婢有罪 求夫人饶命 银杏 多日不见 看来你在春水院过得甚好 水姨娘带你如何 奴婢之罪 奴婢之罪 求夫人责罚 之罪 你何罪之有 你将水姨娘伺候的那么好 如今 水姨娘有了孩子 想来这些你都功不可没啊 你可是为梁家做了大好事 你说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夫人明鉴 奴婢 奴婢一直是按着夫人的吩咐伺候水姨娘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水姨娘竟然竟然 你不敢 我看你敢得很啊 水姨娘有了身孕 这无疑是给王室如今的局面平添的雪上加霜 你如今可是水姨娘身边的得力丫鬟 本事大得很啊 请夫人明鉴 奴婢真的不知道为何会如此 求夫人饶命 银杏 你可还记得 当初是将你从杂医院中救出来的吗 是夫人 那你可还记得 当初是如何在夫人面前指天对地的发誓 说要是死效忠夫人的吗 言由在耳 如今 你便是如此报答夫人的吗 奴婢不敢 奴婢对夫人忠心不悪 不敢有二心 银杏 既是你的失职 那你该如何做 我想 你定然是清楚的 奴婢明白 奴婢明白 红月带她下去吧 银杏 事情可错一次 却不可错二次 若是接连犯错 那么定是要受惩罚的 我想你是明白的 自王室下台以后 梁府各个院内也开始蠢蠢欲动 蓁儿 为何如此轻易放过这个贱臂 能 银杏并不是反水 而是水姨娘根本不相信银杏 而且给水姨娘诊脉的大夫 我也已经找到 果真 水姨娘怀孕是真的 王室如今身份被贬 如果水姨娘再生个男孩 王室更无立足之地 都是梁玉元那个贱人 都是她害得我变成如今的模样 我真是恨不得亲手杀了她 能 现在我们首要的是要解决水姨娘的麻烦 至于梁玉元 你放心 我自是不会放过她 蓁儿 娘身边幸亏有你 若是没有你 娘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能你这么想 岂不是让梁玉元那傻子更加高兴 水姨娘那边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一个银杏 我只怕她还办不成事 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一次 这几日那银杏可好安分 姨娘放心 自上次您敲打了她老实了不少 要奴婢说 还不如直接将那剑壁解决了 省得麻烦 她可是王室身边的人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岂不是是我的不是 王室太过心狠 自己生不出儿子 还不许别人生 真真是个黑心鬼 若不是我自小通心一礼 这孩子一辈子都不要想怀上 谁说不是啊 如今她落的这种下场 也算是遭了报应了 姨娘为何不直接告诉老爷 若是她知道 王室敢暗中加害你的子嗣 必定会为您出气的 你以为王室那么傻吗 若我贸然将银杏说出去 王室必定会反过来咬我一口 到时候不仅是我 就连我的孩子恐怕也要遭殃 姨娘聪明 给我看好那个银杏 以后只要是她伺候我的汤水饭菜 一律全部倒掉 再找人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若是有什么动作 要尽快告诉我 姨娘 奴婢来给您送宵夜了 姨娘胃口不好 现在不想吃 你拿回去吧 可是姨娘晚上都未曾吃什么东西 下贱东西 姨娘说不想吃就是不想吃 哪里有你这个贱臂说话的范儿 天要变了 这梁府也是时候该变变主人了 木晴 我不曾见过什么唐国公吧 为什么他大受会让我去 小姐 您是梁家敌长你 国公府的请帖 提到了二小姐 您自然也是要去的 大小姐 奴家冒昧打扰大小姐 大小姐莫怪罪 算姨娘有事吗 大小姐 奴家今日来 是给大小姐赔礼道歉的 前些日子 儒儿和悦儿不懂事 受人挑唆 惹得大小姐不快 这件奴家亲手做的衣服 算是替小女给大小姐赔个不是 希望大小姐可以收下 你是说梁玉如乃是受人挑唆 大小姐有所不知 小女喜欢跟二小姐一起玩 他们也不在奴家身边 被一些刁奴乱嚼舌根 如今也是罪有应得 这件衣服 是奴家用上等材料 花费半年时间亲手缝制的 还望大小姐喜欢 道歉我收下了 这裙子你拿回去吧 大小姐 若您不收下这衣服 奴家心中难安啊 大小姐求您收下吧 好 我收下情子 你可以走了 闻言 三姨娘连忙起身 将衣裙交给木琴 临走前三姨娘又是嘘寒问暖 一番神色兼婉 是关切与歉意 小姐 这三姨娘倒是和她那两个女儿不同 是吗 一个以退为进 挑拨离箭 借到杀人的人 你觉得她是个好人 小姐 您是说三姨娘来道歉 别有目的 她表面上道歉 却句句指向柳方苑那边 为梁玉如他们开脱 让我迁怒王氏和梁玉珍 这是拿我当枪使了 日后不要再让她进清水居了 是 小姐 那这衣服 脏了 啊 小姐 留下吧 这裙子还是不错的 那就留着吧 嗯 姨娘 您都有好些日子 没有好好安睡了 我怎能睡得着 如儿都离开我好些日子了 也不知她在柳方苑中过得如何 不知有没有吃苦 都是那傻子害的 不然小姐怎会被老爷带走 都是拜她梁玉元所赐 所以我才要好好谢谢她 哎 委屈姨娘了 今日在清水居中 姨娘何必向她下跪 如此委屈求全 哼 我不下跪 怎能让她心里畅快 只要她收了那衣服 即使我再委屈 又有何妨 姨娘虽然她收了衣服 可是若是她不穿 穿不穿 那衣服总是在她屋子里 只要在她屋子里 便来日方长 姨娘说的是 姨娘如今 王氏不再是梁家主母 不如趁此机会 将四小姐接回来吧 前日我在老爷面前提了题 可是老爷却无一丝一丝 要将如儿带回来 哎 想来老爷还是愿怪我的 姨娘 您莫要多想 老爷心疼您 这一次 要不是四小姐受贱人挑唆 怎会被人利用 是啊 王氏如今也算是得了报应 如而我定是要接回来的 至于王氏 她是绝对不能再坐上主母的位置 姨娘 您与王氏的身份本无甚差别 只是比她晚些进了府中 如今梁家没有主母 这便是您的大好机会 怎得没有主母 着实不就是吗 她 一个死人而已 即使让她站着主母的位置又如何 这府中总得有个管事的人 王氏虽然失事 可是府中的忠愧之事还是她管着的 想来老爷心中还是舍不得王氏 老爷舍不得 可是老夫人却不这么想 老夫人现在是郁家的不喜欢王氏 现在正是您的大好机会 若是能留住老爷几晚 姨娘您再有了孩子 摩摩你说的对 只要我现在伺候好了老爷 若能再有孩子 那王氏便更难再恢复身份 而水姨娘也不会再这么嚣张下去 就是这个李儿 我现在得好好休息 明日好有个好气色 去服侍老爷 第二日 母亲便起步来床了 大夫看了说是碰了不干净的东西 唉 你若是叹息 没人像你一般被那小丫鬟喝药 我可以代劳 你来做什么 见过过河拆桥的 没见过你这么心急的 上次刚帮了你的大忙 如今见了面 你不感激便罢了 怎地还对我没个好脸色 你这也太王恩负义了些 是吗 你给我要却未必是帮我 但是你轻薄我却是真 你说我该如何感激你 是废了你那对赵子 还是割了你的嘴 选一个吧 丫头子你也太狠了 竟然往那个地方打 若是有个三场两短 日后可有你哭的 你废了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若废了 日后谁给你行去 谁来抚慰你 你这个变态 丫头不要生气了 我这不逗你玩的吗 来让我看看 你的手有没有被鞭子了到 你那丫鬟便是因为这个才会生病 衣服有什么问题 这衣服熏得香料里有射香 而你的丫头正是闻不得射香才会如此 射香 对 而且还是极品 这衣服不管你是穿了还是放起来 都会对你有害 送你衣服的人 是要你终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难怪三亿年会来给我陪布使 原是想了这样一个阴损的主意来害我 说来 这一次还是你那丫鬟救了你 告诉我害你的人是谁 我帮你 我的仇我自己报 谢谢你 丫头 若是谢我 不如亲我一口 亲你奶奶 不过一个傻子 母亲是个贱人 小的也是傻 若你再敢满嘴乌言会语 这鞭子就在给你添点光彩 如何 你敢打我 贱人 傻子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只保了撑的 梁玉言 你不要以为你敌死不认账 便没人知道你动手了 你们说 方才是不是梁玉言无缘无故的打我 几个女子当时怯懦着点头 鑫子 你还不快快向燕小姐道歉 中书大人 小女顽劣 自小生病 被养在府中 不曾见过失恋 举止言语 没有规矩 还望中书大人恕罪 便是一个傻子 打了人也得受罚 梁老爷不会是想包庇吧 不敢 不敢 鑫子还不跪下 我未曾有错 为何要道歉 发生了何事 国公夫人为我女儿做主啊 燕羽音音哭泣着将事情始末讲了一遍 自然将自己骂人的话给过滤 梁小姐 你如此公然拿着鞭子在我国公府内打人 是不是太过没规矩 太过嚣张了 她言语辱骂我和我娘 请问我该是不该教训她 你是个什么东西 哪里有你教训我女儿的份 即使你们发生口角争执也不该打人 今日乃是我父亲大寿 梁小姐此番做法 是不是太过目中无人了 唐小姐莫要怪罪姐姐 姐姐她定然不是故意的 玉珍不是我要怪罪她 是她打了人 又在我唐府 总是要给人一个交代的 梁小姐 莫不是以为我们国公府好欺负吗 梁老爷 您便是如此教讨女儿的吗 今日乃我父亲大寿 难道这便是你送给我父亲的贺礼 小女顽劣不知道天高地厚 做下此等错事 还望唐国公恕罪 她言语醋鄙 辱骂我跟我娘 忠书大人便是如此教导子女 在别人的寿宴上 辱骂别人去世的母亲吗 你们眼中可曾有唐国公 我今天受邀来为唐国公助寿 却不是来此受人羞辱的 还是说这便是国公府的待客之道 你放肆 御员不敢 只是希望国公夫人能为御员主持公道 即使艳遇有过错 可是梁小姐 你动手打人是不是有些太过了 孽子孽子 你是聋子不成 艳遇辱骂我跟我娘 还污蔑我娘的身份 父亲不为我做主便罢了 怎地为外人出气 你倒是说一说 我娘是梁府的什么身份 而我又是什么身份 姐姐你又何必如此 我姐姐和育儿妹妹定是有些误会的 对对 定然是有误会 姐姐这里是国公府 你和育儿妹妹有什么误会 一会儿说开便好了 今日我还偏要一个说法了 你 你打人 还要什么说法 你嘴巴不干净 就该打 谁说育儿羞辱你了 即使她言语不当 得罪了你 你也不该打人 不好意思啊 忠书大人 在我这里 别人羞辱我就要打回去 更何况 她敢辱骂我娘 更该打 业遇什么档次 竟敢辱骂我逝去的母亲 梁家主母 谁给她的胆子 请国公夫人为我做主 没人为你证明 你便是心口慈慌 此不承认 我就没有法子了吗 我来证明 她并未说谎 实在不好意思 我见唐府中花园景象 风景一人 便私自到上面 观赏一下府中的全景 谁知竟然看了一出好戏 还望夫人恕罪 原来是世子 世子欣赏府中景色 我怎会怪罪 多谢国公 夫人大人大量 我刚才听到燕小姐 出言不逊 忠书大人 您女儿如此无礼 要不要我想设上建议 请几位宫中的嬷嬷 来教导她规矩 不敢 不敢 鱼儿 还不敢快道歉 滴 还不快道歉 世子恕罪 燕狱 燕狱知错了 燕狱年纪尚小 不等事 是以燕狱 弱势有不当的地方 还望梁小姐和世子 莫要怪罪 既是误会 解开误会便好 娘 我们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该入席了 莫要让爹等得久了 连玉员 你别得意太早 我一定报仇的 是吗 一个没脑子 被人当强使的人 我等着你报仇 你说什么 鱼儿妹妹 你 滚胎 我又帮了你一次 说吧 如何感谢我 没有你 我也能让燕狱亲口承认 我说 你可真是个汉父啊 如此暴力 相信不出明日 你汉父的名声 就会传遍整个京城 乃至御国 那又如何 你这性子 和他还真是有些像呢 太子殿下道 清平王爷道 他参加别人的寿宴 不仅打了人家的女儿 还扬言就算闹到朝廷也不怕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坊间对他的传闻 我就是探索 宴席结束 梁玉员准备离开 却正好看见 梁玉珍一个人 站在珠红柱子边 一脸深情地望着不远处 梁玉员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虽然只是一个背影 但是梁玉员认出那人正是当今御国第一美男丞相杜金伦 原来梁玉珍清新杜金伦 却还要为了荣华富贵一心嫁给太子 真是吃着碗粒的看着锅里的 你这是什么眼神 梁玉员冷漠的望了他一眼不予理会 哼 梁玉员 你别以为你会比我好到哪里 不管如何我嫁的人比你好上千万倍 而你只配嫁给疯子 那你也得嫁得了才行 别在这里只会偷偷的看 我说你在写情书吗 这么认真 事情怎么样了 自然办好了 好歹我也是个世子 怎的还得帮你做那些亏心事 亏心事你做的还少吗 我说清平王 你别忘了 我可是在帮你 不对 我实在帮你那未婚妻办事啊 若你惹急了我小心 我立马走人 是吗 只怕你舍不得 我自然舍不得 清平王容莫无双 我思学一 自是心向往之 哼 是吗 既然如此 思世子你便在帮我办一件事 你还真我把当你的小思不成 过几日我便要闭关 日子过得还真快 又快到月圆之夜了 思学一言语随意 但是语气中 却是难得一见的认真 好吧 本世子看在你快要发病的份上 就帮你一次 这信又是给那丫头的吗 她日后会是王妃 人家嫁不嫁 你还不一定呢 不如我拆开来看看吧 你可以试试 我说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既然如此 你干嘛还让人抹黑她 虽然我也觉得 她是嚣张汉服了一些 你也没必要让船的人尽皆知吧 既然她是我的人 我自然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她将会是我的亲平王的王妃 还真是霸道 看来你真的认真了呢 不仅帮她报仇 还帮着她复兴卓家 刘锦修没有说话 她帮梁玉元报仇不假 不过帮她一起复兴卓家 却也是有着私心 你这是老狐狸看啥 只怕人家姑娘 会被你骗得渣都不剩呢 不过我可看着梁玉元 不是好糊弄的 将来若是她知道你如此帮她 是出自自己的利益 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呢 她永远不会知道 老爷每日要忙生意 回来晚也是常有的事 张妈妈 最近我总觉得有些不安 这几日做梦 总是总是梦到孩子没了 姨娘慎言 您放心 大夫说三个月后 胎儿就平稳了 水姨娘 老爷 老爷他说 他今晚就不过来了 梁博回来后 本是要去看水姨娘的 奈何路上遇到了王氏 便被拉去了柳方苑 老爷呢 我要见老爷 我身子不舒服 王氏一个被贬的贵妾 有什么脸跟我抢老爷 半个时辰后 一个丫鬟带来了 一个陌生的大夫 夫人听闻姨娘身子不适 便派奴婢去将京城 最好的大夫请来 为姨娘诊治 我要见老爷 不看什么大夫 这里哪里有你 这个奴才说话的份儿 你给我滚 水姨娘 夫人和老爷正在用膳 老爷说 姨娘若是不舒服 这位大夫的医术姨娘 大可放心 不可能 我身子不舒服 我要见老爷 水姨娘 奴婢也是奉命行事 老爷和夫人说了 先让您看看大夫 水姨娘如今便是骑虎难下 本来就是装病 若是不看便坐实了 她无理取闹 故意争宠的事情 姨娘放心 便先让大夫看一看 若您还是不舒服 老爷定然会来的 水姨娘只能不甘地点头 红月仍旧跪在地上 抬眼之间 眼底却闪过一抹恶毒 姨娘可否每日甚感烦躁 且夜间睡不安稳 正是 姨娘的脉象浮躁不稳 且胎儿的情况也有些浮躁 如今姨娘须的好生 安胎莫要急躁 还有需要注意的旧事 房事上 姨娘须谨慎一些 不愿梁伯去其他姨娘内住下 只得每日缠着梁伯 晚间有时也会与梁伯 做一些夫妻之事 不过姨娘莫要担心 我现在就被姨娘开启 扶安胎的药 这期间只要姨娘好生安胎 姨娘的身子也会渐渐好起来 既然水姨娘身子无大碍 奴婢这便先行告退了 今日辛苦你了 张妈妈一会将我那红玉镯子 赏给红月 你也看到了我身子一直不利落 你回去后顺便替我告诉夫人 但我身子利落了 自会去请安的望夫人莫要怪罪 是姨娘 好你下去吧 待人都走后小翠慌忙跑进来 姨娘姨娘 门外有人说是找您 是谁找我 如此慌张 他说是您的表哥 你怎么找来了这里 慈琪 你真得如此无情 再这么说我也死你的表哥 什么表哥 我陈诗琪父母找完孤家寡人和来的表哥 这里岂是你能来的地方 还不快给我滚 还不就死你给我歇醒 找我来找你的 不可能 我怎么会给周正写信 周家欺负我无父无母 若不是我聪明用手段让梁伯看上 不然早被周正的母亲嫁了换钱 这不是我写的 有人要陷害了 你快给我滚 这里可不是你们那里的小县城 若是被老爷看到 定然会将你打出去 哼 死起 你只从无声无息来跟着别人抛了 我和爹娘可哼死担心你啊 如今过上了好日子 便忘了笨吗 呸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周正 我警告你 若你还不走 我这就让人将你打出去 养我走扩矣 嘴紧家里缺钱 你急赞紧罗贼宗紧引我 便散我们一些吧 好 给了你钱 就快给我滚 越远越好 小翠 你带着他还从来的路上离开 莫让别人看到了 奴婢明白 小翠带着周正刚出去 梁伯和王室就来了 老爷 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身子好了吗 怎么脸色还是这么差 老爷不在身边 奴家身子怎会好 夫人 奴家这些日子没有去行礼问安 实在是身子不利落 还望夫人莫怪罪 老夫人那里都说了你不用行礼问安 我这里自然是不用的 只要你养好了身子 让老爷少担心一些便是最好 王室你一个贵妻我还要行礼 等着我成为主母的时候 定要你好看 这是给水姨娘的药吧 快让她喝了吧 莫让药凉了 是 老爷 夫人 奴婢方才在外面抓到两个贼人 水姨娘以为拿些银两 就可以将周正打发走 谁知王室自然不肯这么罢休 直接让人将周正带到了梁伯面前 回禀老爷和夫人 奴婢方才看见他们二人 鬼鬼祟祟的从春水院的后门出来 觉得奇怪 怕他们会对水姨娘不利 便就将他们带了过来 镖眉九卧 梁伯一听那人的喊叫声 神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这不是水姨娘身边的小翠吗 水姨娘你似乎是认识这人呢 你可知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怎地孤男寡女的待在这春水院 孤男寡女四个字 让梁伯的脸色更加阴沉 老爷 你别误会 镖眉九九卧 方才哪些怎 索要打死我 你要九卧啊 水姨娘 你倒是说说 为何老爷一离开这春水院 你这里就平白出现一个表哥呢 王氏 你莫要血口喷人 哼 水姨娘 若是我和老爷不来看你 你这表哥是不是就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水姨娘想不通 明明小翠说带周正进来的时候 无人发现 更何况春水院的后门 很少有人去 为何就偏偏让红月遇到 看到王氏他忽然间明白了 是你 是你给他写信的 水姨娘 你在说什么 我连你有没有表哥都不知道 会给水写信 老爷 我也不知道 他为何会突然来梁府 还进了这里 自然是你的丫鬟小翠领进来的 我记得小翠可是你的贴身是臂吧 梁伯阴沉着脸看向周正 你是谁 为何会在水姨娘这里 你可要说实话 不然老爷一定会将你送到官府 致你个胡乱闯入民宅的大罪 梁老爷 我死死起了镖国啊 死他给我歇醒咱我来糟蹋了 我没有写信 当初你不是说你父母早亡 家中再无亲人吗 为何会突然多出一个表哥 周正是我的远方表哥 因为当时没有联系 便没有解释 既然没有联系 为何会给他写信 对 信 老爷那信根本不是我写的 您可以看看 红月去他身上搜一搜 有没有信 红月在周正身上摸索一阵 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不是说有信吗 信呢 水姨娘 还是说你们都在说谎 根本没有信 而你的表哥早已与你有联系 只是你一直暗中瞒着老爷 我没有 老爷明见 奴家真的和他没有任何联系 我根本不知道 他会突然来这 既然如此 家中来了亲戚 你为何不禀明老爷 好让我们接待你的亲戚呢 梁波额头青睛暴徒 不管是哪个男人 最忍不住了自己的女人 瞒着自己和别的男人游然 不 不是的 老爷 我肚子好疼 姨娘您怎么了 老爷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先让姨娘好好休息休息吧 王氏嘴角微不可查的弯气 闪过一抹阴毒的冷意 快去找大夫 大夫 孩子怎么样了 没事吧 梁老爷 这位姨娘怀孕不足一月 又吃了含粮的东西 如今下体出血脉相不稳 只怕肚中含儿不饱 什么 不足一月 不是两个月多了吗 怎会是两月多 我刚为这位姨娘诊脉 脉相显示 孩子确实不足一月 不然也不会因为物食含粮之物旧 梁伯一脸震惊的望向躺在床上的水姨娘眼中满是愤恨 不足一月那就是说水姨娘肚中的孩子根本不是她的 不 不是的 老爷我没有骗你 这春水院的所有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是他害我 老爷 今日我就是喝了他给我抓的安胎药才会如此啊 他要害我们的孩子 程大夫也可以为我作证 这个大夫要害我 他是王氏派来害我的 老爷 这位刘大夫确实是我请来为水姨娘看诊的 您也是知道的 而且刘大夫也为您和娘看诊过 若是您不相信可以拿来那药方 让别的大夫看一看便面真假 梁伯心中已然恨极了水姨娘 却又想查清楚水姨娘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不是她的 便吩咐人去将那位为水姨娘看诊的程大夫带来 梁老爷书罪 我不是故意要欺瞒您的 你说什么 梁老爷 两个多月前这位水姨娘找到我 让我帮她一起欺瞒您和梁家所有人她怀孕的事情 当时我不敢 她便给了我许多银钱 当时因这银钱实在太多 我便便答应了她 好 好的很 姓水的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说完梁伯愤怒转身大不离去 老爷我没有骗你 程大夫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 水姨娘假借怀孕 欺上瞒下 又与男人私通犯下言乱之事 立时拖下去杖毙 春水院张妈妈小罪 连同水姨娘一同施以杖刑 其他人等全部发卖出去 把周正送去官府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 难不成是王氏在背后搞了什么动作 明日就说芙蓉院得了几叠新鲜的糕点 让王氏过来尝尝 是 傍晚木晴得知这些事情后 忙向梁御元禀报 水姨娘太过张扬 这是她迟早的下场 可是她那腹中的孩子真是可惜了 王氏素来心狠手辣 虽说失去了赵氏的宠爱 可也不是一个姨娘可以较量的 水姨娘已为她还了孩子便可以一步登天 若她聪明一点就应该低调行事 好好地保着她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至于落得惊天的地步 所以 即使她如今不是梁家主母 对她我们也要小心谨慎 防止被她算计 小姐 您让我注意红月 那红月果然有问题 她上回去的地方便是那位程大夫的家中 果然如此 水姨娘肚中的孩子是梁博的 只不过被王氏派人颠倒黑白 害得最终失去了孩子还落得个被占地的下场 红月乃是梁玉珍身边的大丫鬟 向来 这件事有一大部分是梁玉珍出的主意 小姐 若是这样 那二小姐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梁府中谁的手中不沾点血腥 谁不可怕 若我们软弱 下一个答的便是我们 不仅 那两位大夫可是被王氏送出去了 对 你这几日且找几个人盯着那程大夫和刘大夫 若是他们有什么异动便告诉我 奴婢明白 背车 陪我去趟卓家 卓家当年也是名门望族 一只入室为官 另外一只则经营卓家生意 卓家分支在朝中因同系犯了重罪被牵连 导致家到中落 卓家家主卓恒外出谈伤遇害 其妻闻讯促逝 留下卓老太爷跟三个孩子 长子卓青云自幼上午 家中聚变后随军出征至今未归 次子卓青亦聪颖但体弱 家到中落后健康更衰 小女卓青水被梁博冠在破院不得离开 在得知父母相继离世后郁郁而终 梁玉元自小跟卓家未有来往 巧合下得知卓家弟子 上次去荣家之时 借机跟卓家相认 也正好赶上债主上门讨债 面具男在调查后 得知是胡四在推波助澜 梁玉元便让卓潮在外散布消息 胡四得知后反而以此为要挟 让卓家卖了祖宅 卓老太爷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就是你们卓家做生意的态度 我租你们的房子 没到期想收回房子 我不同意 你们便在外面随意的散播谣言 诋毁我 胡四爷 这件事我并不知情 既然说好了是一年 我们自然会遵循约定 卓潮 你为何要那么做 都是奴才的错 老太爷您不要生气 奴才愿意接受惩罚 我不管 卓老太爷 当初我见你们卓家正是困难时候 便租下你们的房子 租金我也未遇你们讨价还价 如今期限未满 你们又做此如此行径 便是去了官府 你们也没理 那胡四爷想要如何 若不想我追究此事 便同意卖掉卓家祖宅 想买卓家祖宅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太爷爷 舅舅 姑娘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是我和卓家的事情 你一个外人还是不要插手了 你是聋子吗 还是脑子有问题 姑娘 你为何出口伤人 既然你好端端的 准地听不清人话 他们一个是我太爷爷 一个是我舅舅 卓家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 现在听懂了吗 卓老太爷 我是诚心想买下那宅子 至于银梁好说 若你们不同意 那我们就官府见 到时候你们卓家的声誉 便不要想要了 胡四爷 你真的敢去官府告吗 我怎么不敢 他们在背后诋毁我 造谣我 我现在好商好良的 已经算是人之意尽了 好啊 我就等着你去官府告呢 到时候你的那些事情 自然也就会公之于众 你说什么 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胡四爷你背后的人是谁都做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一清二楚 只要你敢去官府告 你的那些事情自然也就会公之于众 你 你满口胡言乱语 我是什么身份 想必你比我还清楚吧 识相的 就滚出卓家的祖宅 卓老太爷 当初我们签了租住的协议 你若是想要回祖宅 那么就等着期限到了吧 若你们还用此卑劣的手段 休怪我不给你们面子 啊 玉元 这是怎么回事 那这胡四的背后是谁 舅舅 胡四背后的人 我也只是猜测还不确定 我们现在要做的 还是尽快收回祖宅 哪里有这么容易 玉元 仅是说你不来 那胡四爷兴许就真的告到了官府 太爷爷 你放心 他不敢的 他得罪了许多商家 也有把柄在我手中 即使我们不动手 也自会有人收拾他 上次梁玉元说要帮忙重振卓家 卓轻一也明白在这样发展下去 祖宅早晚会被抢去 也开始联系之前卓家店铺的老人 他们并未答应我 但是也并未拒绝 好 那舅舅准备做什么生意 胭脂水粉 玉元 卓家的胭脂水粉生意曾经遍布 玉国各地很受大家欢迎 舅舅 若是做胭脂水粉的生意 玉元可以与你一起做 好玉元 我可以将调制 胭脂水粉的方子给你 但是你一个女孩家抛头露面 总是不好的 我可以你扮男装啊 嘿嘿嘿 接下来梁玉元与卓轻一便 开始商量起店面的事情 和研制胭脂水粉的方子 小姐 奴婢听说这一次的赏和宴 是皇后娘娘选太子妃呢 二小姐可是提前几个月 准备节目呢 小姐 您为什么不着急呢 若是你太子妃的候选人 就不用嫁给清平王了 你以为那后宫是什么好地方吗 再者说了 我一个良家妻女 突然被皇后娘娘邀请参加赏和宴 你觉得这正常吗 释出反常必有妖 说不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宴会 小姐 宫中规矩盛言 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脑袋 不如 我们不去了吧 果真是女人心海底针 方才你还一心让我去 现在又不让我去 你以为那进宫是随随便别任由你选择的吗 说得好像小姐您就不是女人一样 看来我确实的让刘管家找牙婆买几个 可靠又不顶嘴的丫鬟了 小姐 奴婢知错了 您不要赶走奴婢 笑闹完 木晴依旧担心梁预言进宫的事情 既来之则安置 既然皇后娘娘都让我去了 那我自然是要去参观参观这赏和宴的 为何那傻子也会来这里 姐妹们有所不知 我姐姐乃是皇后娘娘口语传来的呢 即使是唐姐姐和我也只是收到宫中的文书请帖 而这傻子竟然能对皇后娘娘垂脸 是啊 我也很是好奇 姐姐竟早已入了皇后娘娘的眼了呢 梁预言啊梁预言 你树敌众多 即使我不动手 也自有人想将你扒皮拆骨 我便看你今日能如何安全度过 定是他使了什么妖媚手段 无耻 下剑 姐姐没有想到 我们这么快便再次相见了呢 来人正是梁预言在国公府遇到的那位 脸上带着胎记的柳芳飞 姐姐前几日 我本是想邀你来我家做客的 不过我娘亲病了 便没有给你送秦帖 那你母的病可好了吗 娘亲的病情控制住了 不过还躺在床上 我本想在家中侍奉娘亲 而且我这个样子 定然是入不了太子殿下的眼 怎奈皇后娘娘传了口语 我便是不得不来 口语 柳芳飞也收到了皇后娘娘的口语 皇后娘娘驾到 太子殿下驾到 贤妃娘娘驾到 选妃不都是唱跳乱吗 她竟然表演大便福人 量个像吧 小宝贝 柳芳飞那种丑鬼还能来参加 肯定是她爹去求皇后娘娘了 久死也不开开她脏的那样子 真是瑕疵人料 美人若只是单看外表 那岂不是太过肤浅 比如那些表面炎样 心却又蛇蝎 嘴巴还不干净的女人 想来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 定然是看不上眼的 姐姐谢谢你 谢我作甚 虽说这是宫中盛宴 可是却总免不了 有苍蝇在耳边嗡嗡作响 真是讨厌之极 哼 沙子就是沙子 沙子可以够凑贵 姑娘爱死豪姐美 姐姐莫要生气 不生什么气 你看着吧 一会儿我给你出气 太子 这些贵女都是母后亲自为你挑选的 你看着可有喜欢的 我看着这些女子都是好的 不如就请母后为儿臣做主吧 若是有太子看得上眼的 本宫自向你父皇比名 那臣便多谢母后了 曾女血凑料 月儿身段柔美 动作挥洒自如 配上这西域独有的风情舞蹈 果真是美艳无双 陆皇后又说了几句 让宫人打赏了张月礼物 这才让张月下去 姐姐你真厉害 皇后娘娘俗嘴 我以为一人将我 一情都安静 的确像一张情书 感觉很舒适 人们把难点的话 都埋入土壤里 玉珍现丑了 玉珍情绩娴熟 曲子更是婉转悠扬 不错 不知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如何看 家人独立 倾过倾城 果然是资荣财情都很出色 不知哪位是梁家御元 见过皇后娘娘 你可曾准备了什么节目 皇后娘娘 这梁玉元早已有了婚约 让她在此表演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本宫怎不知她有婚约 皇后娘娘莫非问了吗 圣上曾为梁家和清平王爷赐下婚约 而那赐婚的女子便是这位梁玉元 本宫怎么记得 圣上赐婚的人乃是梁玉珍呢 皇后娘娘您定是记错了 圣上赐婚乃是梁家嫡长女 这位梁玉元便是梁家嫡长女 婚约自然是她的 是吗 既然都来了 便是表演一下又有何妨 方妃 你可愿助我完成节目 方妃愿意配合姐姐 亮个像吧小宝贝 玉元她果真是芳妃 如假包换 玉元你这胭脂是从何而来 回禀皇后娘娘 此胭脂乃是玉元亲手制成 这胭脂可有名字 盛世红妆 太子玉元的表演如何 另外独特的确有些意思 姐姐你真厉害 可惜我终究没有法子去掉你脸上的胎记 姐姐便是如此 我也很是开心 姑娘恕罪 奴婢该死 玉幅你是怎么回事 娘娘恕罪 奴婢只是想为姑娘斟酒 奴婢不是故意的 姐姐向来是个心宽人厚的 你既然不是有意 想来姐姐定然不会怪罪你的 都是我平日太纵容你这奴婢了 现在玉元的裙子湿了 你还不快带着玉元去换件衣服 是 是 奴婢这便带姑娘去换衣服 姑娘请 姐姐 我同你一起去吧 芳妃你在这里等着我 不如妹妹便陪我一起去吧 这 姐姐 我 怎么 妹妹不愿陪我一起去吗 我们素来姐妹情深 你更深知 我这人最怕一个人待着了 既然如此 玉真便陪玉元去换衣服吧 玉真遵命 姑娘 奴婢肚子忽然有些痛 可否先去方便一下 再来为姑娘带路 好啊 多谢姑娘 姐姐 我曾去过贤妃囊娘宫中几次 罗还是熟悉的 不如我们先去换衣服 好啊 梁玉真蹬在梁玉元的身边 脚步渐渐变慢 随即她趁着梁玉元不注意 一个闪身躲进了身侧的一处密林中 真姑娘 幸亏您出来了 不然奴婢都不知道该怎么向贤妃娘娘交代 甩脱一个傻子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真姑娘 我们这边回去吧 你先回去告诉皇后和贤妃娘娘 而我则在这密林外面找一找梁玉元 奴婢明白 奴婢这边回去禀报娘娘 梁玉元 今日我便让你葬身这冷竹林 怎么可能 若是没有你带路 我怎能找得到你呢 我的好妹妹 你 你一直跟着我 吃香味 baby 问起baby无耻 我还真不如你们母女二人 若是不想让你脖子留吧 就快带路 姐姐 你先把匕首拿开 我这便带路 小畜生还不过来 抱歉 打扰了阁下 我并非有意闯进这里 而是宫女将我带到此处 既然闯进了这里 便死吧 这里的两个东西赏你了 不过你要说是干净啊 倒真是一个不要命的女人 还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怎么 她不是你的朋友吗 哼 她将我带着死处 本就打算借刀杀人 她如今被这畜生所伤 也算是求人得人 借刀杀人 呵呵 倒真是有趣了 我还真不知道 这冷株林 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这些阿摩阿狗 都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 皇后娘娘不好了 梁姑娘失踪了 姐姐怎会失踪 奴婢本是引着梁姑娘去换装 谁知半路上 梁姑娘说是要看看宫中景色 谁知一眨眼 梁姑娘就 就 不见了 果真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如此没有规矩 竟然擅闯后宫进地 竟然不见了 便带人去找吧 姐姐便让我去吧 毕竟御员失礼 我也有责任 嘿嘿嘿嘿 进了冷株林的人 没有活着出去的 你并非宫中人 说你是何人 梁御员 梁家 梁伯那老畜生 何时有你这样一个胆识过人的女儿 好痛 我的脸 梁御员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 你配我动手吗 你这个贱人 为何还没有死 你没有死 我怎么舍得呢 妹妹 是你擅自闯入这里 不 不是我 玉珍拜见宁王殿下 你惊认的本王 那自然知晓本王的手段 你击善闯朗竹林 那便准备受死吧 宁王恕罪 并非玉珍闯入这里 是她 是她硬邪迫着我来到这里 真是吵 你们各执一词 本王很难分辨 不如这样吧 你们一决高下 赢得走输的留下 当我这畜生的口粮 宁王殿下 玉珍走失这里 想必皇后娘娘和贤妃娘娘 已然是着急了 本王最讨厌拿母后 要挟本王 不如便将你的皮拔下来 给本王的小红 做一件冬衣 宁王饶命 宁王饶命 想要活命 就让本王看看 你们谁有资格 梁玉圆你去死 见人都是你害的 看来胜负已分了呢 小红 这女人是你的了 救命了 谁准许你们进来这里的 还是说活得不耐烦了 想来这里找死 殿下恕罪 妾身只是听着这里有一栋 示意 本王这里时常死人 也不见贤妃过来观看 姐姐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担心你 宁王殿下 不知妾身女儿如何得罪了殿下 竟然竟然 本王的小红 很是喜欢她身上的皮肉 这应该是她的福气 救命 救命 好痛啊 镇儿 我的女儿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贱人 是不是你害的真儿 成了这副模样 我不会放过你的 贱人 能 救我 我的脸好痛 有鹰 他们要吃了我 救救我 贤妃娘娘快救救真儿 宁王殿下 玉珍乃是奉旨进宫参加赏和的 如今落的这般模样 却身真是不知该如何向皇后娘娘交代 那便从母后说 这女人本王要了 她不是想进宫吗 如今进了宫 还能为保本王的畜生 也算功德一件 玉元 你与玉珍是亲姐妹 如今你妹妹这样 还请你向宁王殿下求求情吧 求情 想辟时呢 现在又想回我明节 贤妃娘娘 玉元也是闻生才赶到这里 不知道妹妹如何会变成这样 玉元又怎么向宁王殿下求情 宁王殿下 既然这两个人乱冲冷竹林 却身现在便将他们带走以时惩罚 你们若敢轻举妄动 本王立马就让你们所有人 死无葬身之地 宁王殿下 他们是皇后娘娘要来进宫的 若是真的有个什么闪失 只怕皇后娘娘定人也很是难过的 哦 贤妃你倒是说说本宫如何难过了 切身拜见皇后娘娘 怎么不在屋里好好休息 天气凉了 莫要受凉 儿臣本是在屋内休息的 怎奈有人乱闯冷竹林 儿臣心中不快 只能出来 求皇后为我做主啊 王氏你可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圣上赐给尘儿敬仰的地方 且外人不得擅自闯入 若是抗制 便是死了也是咎由自取 不 真儿没有闯进这里 是他 一定是他胁迫真儿进了这里 是梁玉元居心叵测 想来这冷竹林 才胁迫了真儿 回禀皇后娘娘 玉元并非擅自闯入这里 而是因为律府带路又忽然消失 这才迷了路 玉元一直在找他们 是这个女人擅长这里 还惊扰了本王的小红 既是如此便是梁玉真就由自取了 好一个胆大妄为的剑婢 来人将律府托去刑司局 至于玉元想来是受那剑婢人蛊惑 才犯下大错 言下之意便是保下梁玉元了 众人也相继离开 皇后娘娘何必为了她 得罪贤妃 你以为今日在冷竹林 为何救梁玉元平平安安 莫非宁王殿下看上了她 尘儿自然看不上她 但是对她几分好奇 能在冷竹林活下来 必定有几分本事的 既然如此 我何不卖她一个人情 毕竟要扳倒贤妃 就得先扳倒梁家 说不定到时候 本宫还能借着梁玉元的手 毁了梁家 娘娘英明 那个律府要好好神神 说不定能得到意外之喜呢 梁玉真 我会将你当初抢走 我的一切全部夺回来 你便在这里好好睡着吧 永远也不要醒过来 谁能想到女儿受了伤 父亲不让外人医治 祖母还让她早登基了 老呀 你一定要为真儿做主啊 都是因为梁玉元那贱人 若不是她害了真儿 现在躺在床上的就该是那的贱人 行了 若不是你存心加害玉元 真儿怎会如此 你要怪 就怪你自己蛇蟹心肠 害了自己的女儿 你说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的女儿 母亲您没事吧 贱人 谁让你进来这里的 母亲 秀儿只是担心您 王氏 你不要太过分 秀儿再怎么说 也是我的女儿 容不得你随便动手 母亲 女儿已经找到了 旧姐姐的方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原本祖母中毒卧床不起 但后来得到了 冰玉雪莲而康复 同样 只要有珍惜药材 就能治愈姐姐的脸 你说的对 我这便去让老爷写文吧 到时候定然会有大夫来的 梁宇珍 我会将你当初抢走 我的一切全部夺回来 你便在这里好好睡着吧 永远也不要醒过来 老爷 只要写了文榜 招收其人 亦是为真儿诊治 真儿的容貌 一定可以恢复的 你是疯了不成 真儿是在宫中成 这个样子的 铁文榜 你这不是要害了梁家吗 老爷 奴家给您炖的餐堂来了 这里岂是你能随便来的地方 滚 谁说他不能进来 结果我要给老爷送参汤了 老爷 莫要因为生气 而伤了自己的身子 见了 夫人 您若是对我有什么怨言 只管对我变好 为何毁了我为老爷 做了一下午的参汤 你是个什么东西 配跟我说话 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个被我贬得贵切 以为你是梁家主母吗 梁伯 你还是不是人 我跟了你十几年 侍奉婆婆 照顾女儿 照顾整个梁家 你今日竟然为了这样一个贱人骂我 王氏 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如今得你是梁府的贵妾 不是什么梁家主母 你若嫌管家麻烦我便收回你的终愧权利 梁伯你这个小人 伪君子 来人 王氏神志不清 将他带回刘芳院 不知姨娘病了有多久了 有大半个月了 大夫 我这风寒为何迟迟不见好呢 根据脉相判断 姨娘病症四为风寒 但用药无效 可能有其他并发症 大夫 你在看什么 我的鼻子要灵敏一些 若是姨娘信得过我 便将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我好辨别 大夫你看看 是了 原来是这衣服的问题 这衣服有何问题 这衣服中含有少量的射香和大量的家竹桃 还有一种毒药的成分 三姨娘又吩咐张妈妈将其他星座衣服拿出来 让大夫检查 难怪姨娘的病症会如此严重 这些衣服中均都含有这些成分 而且依着姨娘如今的身子 日后享有身孕 怕是不可能了 我听翠儿说 三姨娘这次的病很是凶猛 据说很严重 也该是三姨娘还债的时候了 这一次 似乎又有人暗中帮我了 是她吗 是谁在想着我们的清平王呢 我以为会是你想我 自然 清平王容颜角色 虽有疯病 不过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 可惜了西域进贡的这夜光碑了 我说 你这闭关出来 不去看看你的王妃 你便不怕 皇后真的看上她 破坏了你们的婚事 让她嫁给宁王 我可是听说 她误闯了冷竹林 那宁王可是没有动她分毫 她自然是我的 祖母救命 你怎么了 母亲要秀儿偷偷在在外面张贴文榜 好求能人意识来为二姐姐诊治 王氏是疯了不成 她已经让梁府丢了人 如今还要为那废物毁了梁家不成 母亲因为姐姐 如今像是变了一个人 可怕得紧 兴许是因为知道了姐姐治不好了 命不久矣 大夫说过这种话 秀儿偶然间听到大夫对母亲这么说的 所以秀儿想着母亲也是迫不得已 毕竟躺在床上的是二姐姐 诶 真儿的身子如今成了这种模样 她日后醒来 也定然接受不了自己毁容的样子啊 是啊 若她知道了自己毁了容 想必 是啊 所以我们才要帮帮她呀 祖母您有办法了吗 秀儿 真儿她命不久矣 你母亲舍不得 不如便让我们送她一程吧 祖母 祖母的意思是 嬷嬷去将我箱子里的那包香粉拿出来 你将这包粉末合着她所喝的药灌给她 祖母 这 这 秀儿害怕 有祖母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 更何况是为了梁府 为了真儿好 快去吧 祖母 秀儿知道祖母是为了大家好 秀儿 秀儿定然不会让祖母失望的 嗯 去吧 老夫人 奴婢看着这三小姐性子胆小 怕她会做不好 不如奴婢亲自去 若她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还要她做什么 这段时日你暗中看着她 若她真的办得好 日后再多加培养 让她进族谱 她便是梁家嫡女 可若是三小姐将事情办砸了 将老夫人供出来 她也得有那个本事 若真的办不好 那她便跟着他们二姐姐一起登极乐世界吧 你去热些水来 我一会儿要为姐姐喝些水 三小姐您真好 难怪夫人现在也越来越喜欢您了呢 快去吧 多嘴的小蹄子 不 疼 好姐姐 你终于醒了 我可是一直等着你醒呢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难呢 母亲自然是去休息了 也怪你蠢 招惹谁不好 非得招惹那傻子 不然也不会落到如今的地步 就连父亲母亲都放弃你了 不可能 男不会放弃我的 一个庶女 不要以为你当个奴婢伺候着我 男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贱人 你这个贱人 你敢打我 你等着 打我好了 我必要好好教训你 可惜啊 你好不了呢 贱人 你想做什么 自然是服侍你吃药啊 梁玉珍 你快喝了吧 这可是祖母亲自为你准备的 我不喝 你若乖乖的喝了 我就不让你受折磨 你可别忘了 当初我在你们母女手底下是如何过的 贱人 你敢害我 你不得好死 难 难救我 即使你喊母亲 母亲也不会来看你的 她已经放弃你了 如今的你就是一条被放弃的狗 不对 你连狗不如呢 不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还要嫁给太子殿下 我不能死 就你这一复仇鬼模样还要嫁给太子 姐姐 你想看看你如今的样子吗 不是我 那不是我 拿走 拿走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 不是 救我 救我 娘 好姐姐 你可莫要挂我 这可都是祖母的意思 她不愿让你败坏梁府的名声 你死后要报仇的话就去找她吧 母亲 你醒了啊 顿不问 你怎么在这里 真儿怎么样了 秀儿担心母亲 所以就来陪母亲了 不过母亲放心 姐姐那里有红月照顾 夫人不好了 不好了 姐姐怎么了 夫人 小姐她 小姐她凉了 真儿没了 我和伯儿也很是伤心 你又何必如此纠缠不休 我看定是那红月没有照顾好主子 来人将红月仗走五十 若没死再将她发卖到官窑子去 至于真儿 即刻起为她设下灵堂 好好安葬了吧 母亲说的是 真儿毕竟还小 如今白发人送黑人 是该早些安葬 好让真儿安息 一定是你害死我的真儿 王氏 你莫不是疯了不长 语言一直待在清水居 从未离开 又如何害了真儿 就是这个贱人害死了真儿 就是她 我要杀了她 王氏 我知你接受不了真儿离世的消息 一时伤心欲绝 胡言乱语也是情有可原 语言是什么人 我还是知道的 梁伯 真儿是你亲生女儿啊 她如今不明不白的死了 你不让人彻查此事 便如此不明不白的将真儿下葬吗 王氏你不要无理取闹 真儿去世我 比你还要难过 但是人已离世 我们便让她好好安息吧 你这个小人 伪君子 真儿受了如此不白之援 你不为她伸张正义还落井下石 你还是不是人啊 将这个疯脖子给我关起来 若你再多看一眼 我保证 下一刻 我会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若你再多看一眼 我保证 下一刻 我会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是吗 既然要挖眼珠子 那我何不看够呗 看来你是迫不及待了呢 留下眼睛 饶你不死 好些时日不见 我以为你会想我的 哼 我为何想你 可是我很想你呢 怎么 对于你的救命的人 你便是拿着武器这样对待的吗 美人如玉 肌肤散血 香气娘娘 这美人用过的洗澡水 果真是让人 小鹿飞飞 小姐 您在和谁说话 虽然她是你的贴身婢女 不过 我可不信她 若是让她见到我 她的死息也就到了 没有谁 木槿 你把水仙放在外面 我有些饿了 嗯 嗯 我去给你拿些吃食 你心中果然是在乎心疼我的 是啊 不如我再多心疼心疼你 如何 你这是打算嫁给我吗 我嫁你奶奶 你真舍得伤暖你未来夫君 想做我的夫君 那也得看你够不够本事 果真是个心狠的丫头 你莫忘了 你的这些东西 我可是早就见识过的 又怎么会没有拆解的招数呢 哼 无耻卑鄙的小人 无耻 卑鄙 小人 若你想死 尽可以继续下去 哎 罢了 罢了 反正日后你都是我的 我又何必急于一时 这便是碰我的代价 好歹我也帮你解决了卓家的事情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感激之心呢 前天卓朝过来说 卓家老宅还回来了 胡思也失踪了 果真是他做的 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自己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对我卸下心房 一心一意地相信我 爱我 你不想知道 今日我来是为了什么吗 明日的宫宴 我要你推掉 他怎么知道 公公刚在前殿传的信 我也才回来准备明天进宫 也是 梁府梅他不知道的 那是宫宴 我有什么本事 能推具得了皇后的旨意 更何况 我为何要听你的 你走吧 怎么 你不忘我眼镜了 这一次的宫宴 你会有生命危险 你也去 为何不去 既然我要去 自然有把握 很好 丫头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呢 既然如此 那你便去吧 你记着 不管何时 我都会保护你 谁要你保护 自作多情 玉元见过好公公 辛苦好公公前来接玉元 不辛苦 玉元姑娘请上马车吧 玉秀见过公公 姐姐 你的妆真好看 不知是不是用了那盛世红妆 自然 姐姐 你的胭脂果真是好物呢 既是好物 姐姐不如也让秀儿试试如何 到时候 说不定秀儿 还可以给姐姐宣传宣传呢 若想用 去买便是 我若是有银子 还来求你啊 我一个数女一个月历 银子只有五两 而盛世红妆一盒却要五十两 哼 你 你杀了人 若你再敢废话 我现在便将你踢下去 好公公 你没事吧 留下活口 咋家倒想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 竟敢动皇后娘娘的车队 恐怕不行 这些人都是死士 被抓住的 毅然浮屠自尽 梁姑娘可有受伤 多谢好公公关心 玉元没事 无事就好 无事就好 姐姐是在找人吗 姐姐你又何必不理人呢 祖母让我来 可是服侍姐姐的 哦 是吗 既是婢子的身份 也敢坐在这里 不怕受罚吗 你 皇上谢谢您 今日能来 妾身很高兴 皇后乃是朕的皇后 何须言谢 就是吗 皇上心中时刻 向着姐姐 妾身都嫉妒了呢 就你多嘴 玉元 上一次在赏贺宴上 表演的节目 本宫至今心心念念 不如你再表演一次 也让皇上看一看 今日乃是皇后娘娘的生辰宴 玉元自当让皇后娘娘高兴 只是 玉元却不敢再次表演上 疑似的节目了 哦 这是为何 那盛世红装的调配方子 却是由外祖家所有 既然你外祖家也有功劳 本宫自然会封赏 皇后娘娘不可 卓家乃是叛臣之家 怎能封赏 娘玉元你此时在皇上面前提起 显示居心叵测 贤妃娘娘 外祖一家本就是商人之家 入部的朝堂 又何来叛臣之家的说法呢 哼 既是姓浊 又与浊是一体 自然就是叛臣 可是玉元也曾听闻 曾经的王太师 已与贤妃娘娘的母家乃是一体 更是一个姓氏 玉元请问 贤妃娘娘是否也是叛臣之女 你大胆 皇上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皇上 这梁玉元巧言吝啬又出言不逊 如此大胆公然的忤逆皇上的龙威 该打入天牢以警校游 梁玉元你可知罪 玉元知罪但不服 朝廷之事 玉元不敢妄言 但是外租一家皆是本分的商家人 如今外租一家无辜备受牵连 过得如今凄惨地步 玉元心中悲痛 无辜 你怎知你外租一家无辜 若是无辜卓家 怎会做出那等叛君之事 贤妃娘娘如此懂得朝堂事宜 玉元却不敢妄加揣测 你 好一个伶牙历齿的丫头 你既说你不敢表演 如今又为你外租一家说情 前后岂不是相互矛盾 皇上明见 玉元所言句句属实 皇上乃是御国明经 并不会让百姓无辜受罚 还望皇上为外租一家主持公道 太子你如何看 回禀父皇 儿臣也觉得贤妃娘娘的话有道理 况且卓是一脉以原没落 又何必在母后生成的好日子提起 皇上 这两玉元胆敢忤逆犯上 出犯龙颜 一律该打入天牢 皇上 皇后娘娘 太子殿下 姐姐只是一时糊涂 还望皇上莫要怪罪姐姐 你又是何人 名女乃是御元姐姐的妹妹 姐姐方才所言 定然是无心之言 还望皇上饶恕 此番举动定能引起太子的注意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伺候御元的婢女 胆敢再次大放厥词 便不怕皇上怪罪于你吗 哼 不过一个下贱的恕女 也敢如此放肆 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娘娘和婢豆母 你如此偏袒梁玉元又是为何呢 贤妃妹妹 本宫怎么觉得 你似乎很期待玉元受刑 梁玉元如此大逆不道 难道不该受刑吗 还是说 皇后娘娘有意偏袒梁玉元 就连她忤逆的罪责也要袒护 皇上 玉元言语虽然有些不敬 可是确也情有可原 我倒是觉得玉元极重情义 皇上忍心怪罪她吗 皇后娘娘这是要为叛臣之族的人求情吗 贤妃妹妹审言 这叛臣不叛臣的可不是你一个后宫妃子 可以随意说的出口的 你 好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快保护皇上 货驾 货驾 将刺客给朕抓了 朕要活寡了他 皇上您没事吧 皇后您没事吧 皇上您没事吧 担心死怯身了 皇后娘娘 今日的生辰宴可是您一手操办的 怎会无缘无故的出现此刻 贤妃是何意 莫非是说这此刻是本宫找来的吗 妾身不敢 妾身也只是担心好奇而已 贤妃 你莫要话里葬刀 本宫亦想知道今晚为何会三番五次的出现此刻 都给朕闭嘴 朕相信皇后 说来 方才若不是玉元极是出手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梁玉元 你方才救了朕和皇后 想要什么赏赐 发生此等变故 玉元本该出手 何以要赏赐 只要皇上和皇后娘娘平安无视玉元便安心了 好 梁玉元就家有功 朕便准了你方才所求着家知识 另外赤丰郡主 好慧心 赏黄金万两 白银万两 良田五百请 并封郡主府一座 玉元还不谢恩 玉元谢主龙恩 突来的变故没了欣赏节目的兴致 众人相继离开 奴婢紧色见过郡主 又何事 回禀郡主 夜深入众 皇后娘娘体恤郡主深夜路徒不好走 特意在宫内为郡主安排了请殿休息 多谢皇后娘娘惯心 那边劳烦带路了 不敢 郡主请随奴婢来 姐姐有了地方休息 那我呢 这里是皇后娘娘为郡主特意准备的居所 你身为郡主的贴身士币 自然应该同奴婢们待在一起 哼 郡主身边的这位婢子 李树实在是有些欠妥 既然如此 不若景色姑娘便叫叫她吧 奴婢定不会让郡主失望 皇后 今晚你也受了惊吓早些去休息吧 妾身等皇上休息了再去休息也不迟 今晚的事情 真定会让人查个水落石出 皇后不必担心自责 皇上 贤妃娘娘跪在店外说是要见皇上 告诉她 就说朕累了 谁也不想见 不可能 皇上怎会不见我 皇上需要安心休养 贤妃娘娘还是赶快回去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 竟敢教训我 娘娘 奴婢扶您回去休息吧 等明日再来探望皇上也不迟 若是有天你失宠了 我定会好好照顾你 说来这位惠心郡主 朕今晚倒是第一次见 她便是与清平王有婚约的那位吗 回禀皇上 其实妾身一直以为是梁玉珍呢 惠心郡主自小就很少出门 外人更不知她是梁府嫡长女 倒是很多人说梁玉珍才是 皇上不若便让妾身替惠心郡主求个情 替她再学一门亲事如何 真知道了 真会好好考虑的 惠心郡主昨夜再次休息的可还好 甚好 多谢皇后娘娘精心安排 说来 本宫还没有恭喜郡主呢 御员不敢当 当得起 昨夜若不是郡主及时出手相救 那三只剑兴许一惊 本宫今日来此一则看你 其次是想来问问你 对于你和清平王的婚约 你可愿意 婚约之事乃是皇上所赐 御员即使不愿又能如何 你放心 只要你不愿 本宫自会同皇上说明为你求情 到时候本宫会赐给你一门好婚事 如何 可是御员一直觉得 婚姻大事本该是由自己做主的 傻孩子 婚姻大事怎能由自己做主 你既不愿 本宫便会帮你 你莫要多想 陆皇后又跟梁玉元寒暄一回 便让人送她回去 姐姐 你为何要让那锦瑟如此的辱于我 不是你自取其辱吗 你 姐姐 我们可是姐妹 我可没有你这么一个 随时都想着怎么害人的妹妹 我现在要休息 你最好闭嘴 我女儿才是郡主 贱人我杀了你 快将这丰富拿下 放开我 我要杀了这贱人 我女儿才是郡主 你是傻子 根本不配当郡主 她得了重病 时不时的发疯 是我没有将她管好 下着公公了 还望公公莫要怪罪 咋家在还如此 若是咋家不在的话 郡主岂不是很危险 不敢 不敢 我定会让人看管好的 不会让她伤着人 还不赶快将她拉回去 路途奔波 好公公不如进府喝一杯茶 歇息一会再走吧 既然郡主平安回来 咋家也该回去了 多谢好公公一户送 郡主乃是皇后娘娘腾宠的人 咋家自当尽力 过几日 若是郡主要去往郡主府的时候 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来找咋家 语元 爹要恭喜你 被封为郡主 不仅是你的荣耀 更是梁府的荣耀 你离开我和你祖母 都甚是念叨着你 你祖母更是一夜未曾的和合眼 不若你去看看你祖母 再去歇息吧 既然祖母身子不好 别好好僵仰着吧 我就不便打扰了 小贱人 他还真以为自己成了郡主便要翻天了吗 如此不将我和博尔放在眼里 将来如何让他办事 对了 宫中赏赐的那些金银珠宝和良田宅子 那贱人可曾交给博尔 奴婢听闻 大小姐回来之后 便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清水居 果真是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你去将博尔叫来 我有事对他说 博尔 梁玉元不过被封了一个郡主 便如此嚣张起来 如今若是不将他拿捏在手心 将来他岂不是要闹翻天 如今他已经翻天了 古代的女人当官也不好过 前脚刚被封为郡主 回家就被母亲拿刀扎 一出门就被刺杀 如今他已经翻天了 若不是我多问了几句 还不知道梁玉元竟然公然为卓家洗脱罪名 如今圣上一句话 便免了卓家的罪责 如此下曲 卓家重振 简直是指日可待 卓家短期内难以复苏 目前重要的是把那贱人捏在手心 他婚约可能取消 因此他不能嫁给清平王 另有大用 我们要顺应皇后的意愿 母亲的意思是 皇后有意让预言嫁给宁王 想来圣上也有此意 不然怎会封他为郡主 既然皇上皇后看上了他 那我们便依着皇后的意思 让他嫁给宁王 这样我们顺了皇上和皇后的意思 也可以证得他们的信任 至于卓家那里 只要我们暗中给他们施加压力 他们又怎会顺利的做起生意 预言那里 只要不让他出门便好了 如今的梁预言 身份不同了 更不好打压了 哼 博儿别忘了 预言为成家就不能入住郡主府 他一个未出格女子 那么多钱才有何用 你只需对外宣称 暂时替他打理着 待他成婚时再交还给他 还是母亲想得周到 不过一个黄毛丫头 只要抓住她的软肋 自然好拿捏 阁下既然来了 就出来喝杯茶吧 七里香 看来你那小丫鬟对你是真体贴 竟然早早就为你泡好了茶 你不是要休息吗 最好还是别喝了 多谢你昨夜相助 既要谢我 是不是该有些诚意 了 丫头 你的味道果然是好闻的 不弱 我再尝尝你嘴里的味道 你懂了 滚开 丫头 我原以为我已是这世上冷血之人 没想到你更胜一筹 我对你的喜爱之情 表现还不够明显吗 不 我不相信 你只是未曾开窍罢了 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不累了 好 你休息吧 我看着你睡着了再走 不行 嗯 好吧 你好好休息吧 你被封了郡主 安律是要去国司祭拜贵谢龙温的 届时 太子 贤妃和皇后也会道 你要做好准备 皇帝的圣誉便如一道通行证 卓家豁免了罪责 梁玉元也想着去卓府看看 玉元留下吃饭吧 舅舅亲自下厨 为你做好吃的 好不好 原来舅舅竟然还会厨艺 那我自然是要留下 好好吃一顿的 对于厨房之事 梁玉元一窍不通 便只能留下来和卓老太爷聊聊天 下下起 老先生 经论你何时来的 我这忙的都没有注意到 我在门外 敲门无人应声 见门开着 便擅自进来了 原来老先生是和娘姑 郡主在下集 我没有打扰到二位吧 没有没有 京伦快来坐下 太爷爷 我去厨房看看 需不需要帮忙 正好告诉舅舅杜丞相来了 好啊 老先生 京伦今日来是为祝贺老先生 卓家重振终于有希望了 是啊 我和义儿从未想过卓家 还可以重新开始 这一切都要谢谢玉元啊 是啊 想来当初我错看了郡主 玉元是个可怜的孩子 自小便被关在梁府 我们想看也不得看 这十几年间我们卓家有愧与玉元 好香啊 再等一会儿便可以吃了 舅舅 杜丞相来了 是吗 杜大人来了 那我更得做几个他喜欢吃的菜 舅舅 咱们卓家和这位杜丞相很熟吗 杜丞相早年便和你太爷爷认识了 之后卓家发生剧变 杜丞相暗中一直帮着卓家 而且经常会来看望你太爷爷 玉元 你觉得杜丞相怎么样 剑拙轻易一脸兴奋之色 梁玉元已然猜到他要说什么 不怎么样 怎会 杜丞相官媚高 虽然为人清冷骄傲了一些 但是 好在他品行很好 而且 容貌也是一等一的 难道 我们的玉元 没有动心吗 我可不想被全京城的女人的唾沫淹死 你啊 不知道怎么想的 玉元 你帮了卓家这么多 可是 舅舅却没什么能帮得上你的 尤其是你的婚约 不会啊 舅舅 只要你能让盛世红装扬明天下 就是帮了我 哎 若是姐姐在的话 见到你如今的模样 一定很开心的 老太爷 感谢招待 今日相谈 顺欢改日 再来拜访 玉元 你不是也要回去吗 正好你们一道回去吧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这 回府的路线也不一样啊 那便麻烦杜丞相了 杜丞相 我想去街边铺子逛一逛 不若你先回去吧 恰好我也无事 不若我们便一起逛一逛也好 两人逛了一会儿 不管路过哪里 待见到杜金伦那绝世容颜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杜金伦身上 梁玉元实在被盯得难受 于是吩咐沐晴去找辆马车回去 沐晴 沐晴呢 这不是回去的路 杜大人可会舞 不会 这个可以保命 不过你得悠着点 弓箭不多 这马已是疯了 根本不会停不了 郡主 我现在出去拦住马匹 你趁机跳下马车 谢谢 不过 我有办法 侍水 滚出来 哈哈 郡主好本事 可惜啊 仅日便是您的瓷器 我的婢女呢 若你怪怪父子 我便要了她的命 也可以放了你身边的眼 如何 好啊 杜大人你快些离开 虽然我不会武功 但是也不会临阵脱逃 既然你不走 那便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有点胆识 只要你现在父子 我就放了他们如何 你们是谁派来的 自然是要你命的眼 你们不说 我也可以查到 那你也得有那个命去查 想要我命 来啊 操 你居然带了帮忙 说是谁派你们来的 说不说都得死 你杀了我吧 想死 死有多种死法 下一刀 不如就换另一个手 我说了 你真的放了我 害我来的烟 其实是你的头烟 它是 你去死吧 小心 丫头 莫怕 你跟踪我 我此时可是在救你 你不敢激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质问我 郡主 梁姑娘 梁姑娘 我没事 快上去 怎么 上去让你同她见面 你神经病啊 不上去 难道一直挂在这里吹冷风 哼 看到你同她那么亲密 我心中很不高兴 不如咱们就此掉下去吧 你怕吗 你要做什么 自然是查看你的伤势 丫头生气了 方才明明可以上去 为何要下来 自然不愿你与上面那个见面 我和她并无关系 你这是 再给我解释吗 放心 过会儿自然会有人救我们上去 你也可以在此歇息一下 你一直跟踪我 那 杀我的人是谁 如今谁最恨你 谁便是凶手 你以为是贤飞 贤飞确实参与了 也想要杀你 不过他却不是主谋 是王室的父亲 王明安 聪明 不准乱摸我的头发 你最好离我远一些 你为何总是这么心狠 你的胳膊这是脱臼了 若你亲我一下 我便为你接好 如何 你这么讨厌我 来 将这颗药吃了 我原本也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何必 哎 罢了 你好好休息吧 你身份隐秘 手段高明 看似助我 实为打几目的 我虽不知你所求 但若将我当作垫脚石 你也要付出代价 尤其你戴面具 不露真容 使我难以完全信任 你想看到我的容貌吗 不想 我不知道 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 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绝不会害你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属下来迟 还望主上恕罪 外面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是好 小姐 放我下来 不请你没事吧 小姐 都是奴婢没用 马车上您叫我的时候 我已经被那人捂住了嘴 我想告诉您的 可是我 没事了 只要我们多安全 便是好的 郡主 你没事便好 杜大人 今日是我连累你了 还好你没事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小姐 他是谁 他是 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们的马车已经坏了 我送你们回去 杜大人 我们一起回去 他有另外的马车 我没事 你快回去吧 我要让你家人等得着急了 杜大人 一路小心 这个标准 我不会害你的 相信我 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但是 其他的 是我不能相信 梁府到了 回去吧 小姐 他是什么人 奴婢看他样子好奇怪 管他是什么人 既然他救了我们的命 这个人情我会记着的 大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你若再不回来 老爷怕是就要报关了 哦 梁老爷这么担心我 是不是府上出了什么事 大小姐 您还是去前厅让老爷告诉您吧 老爷和老夫人一直担心您在等您呢 郡主 您可算是回来了 老夫人和老爷 可是担心了您一整天 派了好几拨人去找您呢 姐姐 您怎么才回来 父亲和祖母担心您 险些就要去报关 姐姐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衣服都破了 哼 还能怎么样 看他那样子 定是跟人做了苟且之事 哼 不要脸 如儿莫要胡说 如儿不懂事 玉元你别生气 你快跟老爷和老夫人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了 玉元 你这一天去了哪 也不知早些回来 你看看 这都几更天了 哦 也没什么 路上遇到几个刺客 说是要杀我 刺客 什么刺客 定是你偷惠情郎了吧 不知廉耻 我呸 王氏 我劝你的嘴巴还是干净些的好 你女儿刚死 你也得为她基底儿的啊 都是你害了她 是谁害了你的女儿 还不一定呢 三妹妹你说是不是 简直不成体统 我和你父亲大晚上的坐在这里等你 你不知行李也就罢了 怎的还成口舌之款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你说的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回来就说些奇怪的话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梁玉元 你不要危言耸听了 你这个贱人 你一定是被人破了身子 你活该 王氏 若你再胡乱喷粪 我就撕烂你的嘴 还有 今天追杀我的人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到时候 我定会让那幕后之人 死无葬身之地 对了 二妹妹的丧礼 不知道二妹妹的外祖父 可有来啊 刘全快将这丰富拓下去 玉元 眼泪了一天了 你放心 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以后也不会让你发生这种危险 你快回去休息 祖母已经给你收拾好了新院子 翡翠院 母亲快扶着你的小姐去吧 什么 翡翠院 就会有什么呀 我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呀 有什么呀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感谢观看